OK声音可以 那行了 那我们继续 那今天呢是这个咱们机器人 讲这个机器人产业的 这个环节的这个企业部分 因为我们之前讲了技术 那技术呢 我们讲就是机器人这产业的技术呢 基本上靠集成 没有一个特别控制性的技术 或者关键性的技术 能够把所有人的脖子都卡住的 这个不存在 然后呢第二个呢 讲产业 这个产业呢 它是个新增 这不是像以前我们讲的说 这个产业增强 或者是产业颠覆 因为这个是个新的产业链 那这个 那新增的核心呢 它也是这个对原有的替代 新增不意味着就 就没有替代 只不过意味着它替代的东西 这个它比它替代东西 高一个数量级 高一个水平 因为它替代 比如替代是人力 但是呢用人力呢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规模化 没有办法做到服务规模化 但是用机器人就可以做到 也就是说 这个它被它替代的东西 和它比起来有巨大的差距 但是呢 毕竟呢 这个机器人产业是新兴产业 这个技术也没有那么成熟 所以呢 很多这个替代呢 不能完成的原因是 这个人家的 用人能够把一个职业做很好 把一个业务做很好 当然用机器人就做不到 你要能够做到才行 当然做不到呢 还有别的办法 叫职业增强 对吧 所以就是说 我们说呢 这个产业呢 就和别的 以前我们分析的几个产业都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新兴领域 这个关键不是把这个既有的产业颠覆掉 还是让这个头部企业领先 而是如何形成头部企业 那如何形成头部企业的核心呢 是找得着应用为 对吧 这个找得着好的应用 这个形成了规模 就成功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 那但是这个领域呢 我们认为是一个大风口 就是这个互联网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之后呢 人工智能现在起来了 这个我刚才在准备的时候 下午在这个 在这个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 跟Tina在聊起来 她就在说 这个产业如何去进入 当然这个话题 我们是下周讲 就是讲这个每个人 如何是这个基于 我们对产业的预判 对这个科技趋势的预判 来真正给自己带来利益 这真正有就带来价值 就这个要不然的话 我们学它干嘛 对吧 那这带来一个价值呢 当然就是要这个 尽量进入这个产业 那包括能看到这产业 这个谁能进得去 所以就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那我们就看呢 这个当年互联网 你能看到说呢 这个BAT 是这个可以说是互联网产业的 这个皇甫军校 就BAT先起来 然后呢 这个不是 当然当时有很多人是错误理解 说这个后面就 其他互联网企业称死 就是边边角角 就是在这个家伙里生存了 后来发现不是 BAT之后 这个就还有这个京东 还有这个滴滴 还有这个美团 还有拼多多 当然还有更大的就是这个字节 包括现在的这个抖音 对吧 人家已经是巨大的企业了 对吧 就一点都不比BAT小 但是你会发现 这些他们是哪来的 基本都是从BAT的基础上涨起来的 很多人的背景 就是原来BAT力打工的 对吧 比如像这个滴滴成为就是阿里的 对吧 那么但是呢 这个毕竟呢 它这个有有有继承性 就是说这些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 那你互联网企业 你先在互联网的这个黄木军下里锻炼 然后再去开拓新的互联网的战场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说那个是上一轮 这个科技数字革命 三轮软件 互联网 然后呢 是人工智能 这一轮呢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 人工智能呢 我们尤其讲说现在进入展开期 展开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导入期的时候呢 在一两个领域里面得到了充分示范 然后呢 把示范带来的经验呢 放到更多的行业领域 在更多行业领域里面开花结果 就叫展开期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也意味着导入期的时候 这些人工智能企业 就会像当年的BAT一样 成为未来这个人工智能企业的黄木军校 那是谁呢 这个中国呢 简单说就是AI四小龙 所以就是我们说呢 这之前的创业 注意这个很多人看背景 从BAT出来的 创业呢 就容易拿着钱 现在这一轮创业呢 当然你说我是字节出来的创业 行不行呢 也行 但是你只能去互联网 对吧 但是如果说 我是这个四小龙出来的 我是商汤出来的 我矿市出来的 这种时候呢 去别的行业领域 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创业 当然机器人还弱一点 我们也在识别谁是机器人领域的黄木军校 对吧 但是呢 原则都是一个 在导入期的时候呢 有一两个成功的企业竖起来了 但是这个企业里面出来的人 因为得到了锻炼 会这个像种子一样 这个传播到各个地方 各个行业里 再带起更多的企业来 对吧 这个其实这种特征呢 在很多行业领域里 尤其在科技领域里呢 非常非常普遍 我们原来讲过 像这个Palantir 对吧 这个大数据领域里面的头羊 然后从Palantir里面 出来创业的 就一堆公司 对吧 所以这个非常常见 那么所以呢 这个我们注意 就是你下次看到一个企业 是原来是这个 商汤科技的 或者是这个矿市的 然后呢 现在决定某个行业里去创业了 这个企业呢 可能就有更大的机会 当然呢 那是纯人工智能 这个 现在呢 中国呢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要和这个机器人结合 毕竟我们的制造能力 在这摆着呢 对吧 所以 那人工智能加机器人 这个 现在呢 是我们认为 是下一个大风口 因为也就是说 我认为人工智能 一旦 这个机器人 一旦有了人工智能 这属性呢 会把自己的优势啊 给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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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现出来 后面我会举很多的例子 对吧 那而且呢 因为它有硬的东西 所以它就会进入到各行各业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多数行业 还是实体行业 整个纯虚拟的行业 还是比较少 即使未来 我们说虚实在结合 在融合 那也有实体部分 也就是说 完全没有实体部分的行业 其实会越来越少 就纯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少 对吧 包括我们说 你说滴滴算互联网企业吗 其实也不完全是 对吧 它调度有一定互联网特性 但你还得有车呢 而且你看未来的滴滴 未来的Uber 我们认为 其实就有机会是 叫特斯拉来做 那更是一个硬件企业了 对吧 所以就未来 软硬结合硬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当然 因为有了硬 就会进入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都会被人工智能所改造 就是这样的话 这个机会就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风口 会改变各个行业的巨大风口 但是呢 这个一说机器人呢 大家就会误解 这个我们之前专门写文章 讲过这东西 尤其呢 前一阵呢 这个特斯拉说要推人型机器人 包括9月份 他的叫这个AI day 就要专门发布人型机器人 然后呢 这个雷军 从雷布斯变身雷斯克 这个 就在抢在人家前面 赶紧发布一款自己的机器人 对吧 然后我也看有些评论 有些还是这个 听权威平台的评论 说这个人型机器人 未来是这个叫什么 机器人的这个界面 机器人的入口级的这个接口 坦白讲呢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研究科技产业的人 对科技产业瞎评论呢 基本上不用听 这个对科技产业评论 还是听我们的吧 对吧 我们的观点呢 就是人型机器人 根本不值得搞 就是没有任何的应用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人之所以成这样 我记得我上次给大家讲过进化 是不得已 就是我们是从四族动物进化来的 然后我们又只好呢 为了要解放两只手 我们就只好变成两族行走 对吧 不是两族行走的优势更大 因为如果两族行走优势更大 这个自然界进化这么多年 你会发现应该是遍地 都是两族行走的动物 但是在人以前 大多数的还能算两族行走的 都是这个叫半两族行走 这什么意思呢 基本不靠两族 就是坐在树上的时候 上只能腾出来 就猩猴猴子 上只能腾出来 但是行走的时候 前只要着地 跑的时候前只要着地 或者叫半两族动物 叫围两族动物 真正人才是彻底的两族动物 就是你想前只着地 跑得快都不容易 当然我原来曾经设想过 如果训练一批运动员 让他能前置着地 奔跑 有可能速度比现在的百米还要快 但是姿势不雅 所以没人那么训练过 对吧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明 就是我们不是想要两族 是因为两族先进 而是我们不得已 好 那现在我们 我之前推荐过 这本书 叫做生命3.0 这个MIT一个大牛教授写的 生命3.0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认为人工智能会创造生命体 但人工智能这个生命体呢 它不像自然界的生命体一样 自然界生命体符合一个什么规则呢 就是它符合这个演化的继承性规则 就是你演化不能从零开始 对吧 当然从零开始就从头来 那就又亿万年 对吧 你只能从已有的基础上做微调 这个呢 我原来也推荐过 那本书叫乱乱脑 这个但是名字翻的实在是太臭了 但是那本书非常值得看 是一个现在改行 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大牛 这个纽约大学教授 他写的书 那本书的英文叫Klug Klug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虽然系统很杂乱 很不理性 这个但是呢 我只能继承 然后在基础上修修改改去解决问题 对吧 自然进化就是这样的 就在既有的基础上去修修补补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从头再造 但是呢 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 就给了我们一个从头再造的空间 就不会受以前的进化演化所约束 那么一旦你有这个规则 你就知道说 如果我根本不受这个规束约束 我完全没有必要设计一个 就是四只的机器人 如果是只有四只的机器人 还要用上只去抓握 那你只好只用两个下只去行走 你完全可以设计出一个六只或者八只的机器人 对吧 两个机器壁 但是呢 下面还有六条腿 或者还有四条腿 对吧 因为四条腿的行动 这个我们都知道 哺乳动物是一个进化的相对更高级的状态 这高级状态里面呢 就是四足行走呢 是常态 对吧 这个基本上哺乳动物都是四足行走 为什么 四足行走就兼具了稳定性和灵活性 对吧 就是如果是六足八足呢 有时候你比如看昆虫它的行动是很笨拙的 它这个灵活性是不够的 对吧 稳定性好一点 对吧 如果是百足之虫 那稳定性肯定更好 但是灵活性不够 对吧 这四足就够了 那这个两足其实是欠缺的 所以你才会看到 这个我们就经常打比方讲 就是说今天的两足机器人只能给你炫耀 它已经会走了 这个基本上是一岁的孩子的水平 对吧 就是会走了 就就就就符合标准了 对吧 这个简直太糟糕了 对吧 而且呢 最大的问题 这些机器人都还不会摔呢 对吧 你看人都是会摔的 没有人这个摔倒的时候直挺挺的 对吧 就倒下去 没有这么拍下去的 对不对 都会蜷缩起来 对吧 所以接触地面的时候 它就少受伤害 但是你机器人摔倒 对吧 注意你要到网上找视频 机器人摔倒 就是蹦一下摔下去 对吧 我都担心它会砸到谁 对吧 也怪沉的 对吧 就是它基本运动能力都和人完全不能比 对吧 那真正能够比的呢 其实是像这个最起码SPOT 对吧 这个四足机器人 它的运动能力就够了 所以就是说从运动部分 因为我们讲就是 这个 所谓叫机器人 就是三大块 一大块是传感器 感知外部环境 一大块中央处理分析 对吧 决策分析 第三块呢 就是行动 行动呢 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对吧 一类是运动能力 所以叫腿或者轮子 一类呢 是这个操作能力 就是胳膊 或者手 对吧 相当问题在于说呢 我们只说运动能力 因为两足那足是运动能力 两足运动能力一定弱于四足 对吧 而且呢 两足 所有需要两足的地方 都基本上 可以用四足完成 除非一些 四足完全不能通过 非得要用两足的狭窄的 什么小窄缝 对吧 但是实际上 理论上讲 我两足也可以坐得窄一点 四足坐得窄一点 也可以过得去 对吧 所以基本上 我到现在为止 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场景 必须用两足 四足做不了 对吧 那为什么还要坐两足呢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人形机器人 其实是没有空间的 之前 其实我们咱们自己 我记得我原来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之前问过这个波士顿动力 他们就表态很明确 他那个 就是迄今为止运动能力最强的 两足机器人叫Atlas 对吧 他从来没想过量产 就在Atlas上不断做实验 做研究 积累经验 然后把这经验呢 固化到Sport上面 因为Sport是四足机器人就够了 所以未来呢 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四足带着机器臂 可能带一个胳膊 可能带两个胳膊的这个机器人 但是不太会出现这个 两上只两下只的这个向人的 累人机器人 因为没有用 所以就是说 这个机器人 既然都已经做到机器人了 就要打开想象力 就要从头进化 当然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机器人的这个进化呢 一个我们讲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硬件水平所限 没有办法做到通用性 都还是专有的硬件设计 另一个呢 我们讲人工智能呢 也是行业专有的 也就是说 你要积累一个行业经验 让一个机器人 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做某些事呢 你要专门为这个行业的需求 去做训练 所以你看硬件是专有的 软件是专有的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机器人的设计 就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我就是专为这件事设计的 而且为A设计机器人呢 为去做这个B这件事呢 可能就不灵 所以你不用考虑做B 我就把这A这件事做好 当然呢 这个前提是A这件事足够大 就如果说A这件事就没什么人做 那你设计完了以后 你发现说你的机器人卖不出去 对吧 因为我们讲工业革命以来 它必须要上量是个前提 对吧 所以呢 选择切入角度 选择切入市场 我们一直讲 Low High Influence 找那些低锤的果实 就是这个市场足够大 同时呢 这个市场里呢 我又可以用人工智能家机器人 为他做出一个专有方案来 能够对已有的职业进行替代 或者进行这个增强 尤其这个大小呢 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职业来度量 就是他有多少人从事这个职业 对吧 你能替代的人数就可以算出来了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老说云记机器人 云记是这个酒店送货 这个职业送物这个职业的替代 那基本上每个酒店到晚上 至少都要一两个人 是负责要 如果有需求 他要往酒店里送物的 除了前台以外 因为前台是不可能离开的 对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中国的酒店数乘以一乘以二 是这个至少是云记机器人的基本市场 对吧 你就可以有这个量 那包括呢 我们为什么说自动驾驶是个大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替代的是司机 司机这个职业可就厉害了 这数量巨大 对吧 尤其比如说他替代的这个专门特殊市场的司机 比如说出租车司机 因为如果他替代的是私家车司机 就私家车没有司机这个职业 大家都自己开车 对吧 所以这事就很含糊 对吧 但是呢 替代出租车司机是可以计算的 我们就讲说北京 我的老数据 北京六万个出租司机 当然呢 后来因为有了这个网约车 那理论上从事出租的这个 至少这个帮人开车这个职业的人呢 会增长 也许到十万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 对吧 我觉得在中国至少几十个 也就是说至少几万司机的城市 只有几十个 那理论上讲 至少中国的出租司机人群 应该是几百万 对吧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一个甚至更大的市场 是什么 就长途货运 为什么呢 我看到一个数据 我没确认过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 长途货运 中国的 长途货运司机的 这个整整体数量是三千万 这个 然后呢 因为 疫情降到了一千七百多万 这个 我没考据过 但是 理论上讲 这也是个庞大的数量 这个 哪怕是一百七十万 也是个庞大的数量 对吧 所以 这是个庞大的 所以 你从这个角度就能 就从职业的 这个从业者人数呢 就能大致知道你的市场潜力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说 我们应该去开发一个 前台机器人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这个一个公司 就是但凡有一定规模呢 就会要个前台 对吧 那然后呢 这个中国的前台的从业者数量 应该也是百万级的 如果开发一个前台机器人 我卖出百万台去 当然是个大市场 对吧 所以就是要有一个衡量标准 对吧 现在要有大市场 然后呢 要有一个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不要做通用方案 做通用方案 我发现说很尴尬 而且呢 这个现在有一类想做通用平台的 有发现说他确实通用 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专有市场 那个东西呢 就叫做SPOT 就是这个波士顿动力的那东西 对吧 那个四毒机器狗 对吧 确实很强大 而且上面可以加载很多东西 但是加载完了干嘛 哪个应用是他主打 都没找到 所以不着急做通用 先做专有 你先找到一个市场 所以很多的这个通用应用呢 都是先从专有基础上 做的深了透了 再横向扩展成通用的 而不是上来就做通用 上来像波士顿动力这样做通用呢 反倒没市场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同时呢 专有的一个衡量标准 就是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服务闭环 使得你的职业替代和职业增强能够实现 当然还有另一个呢 因为毕竟我们在早期 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人呢 他容易太贵 就是你的成本如何 你如果说我确实能够什么都能实现 就像我们说Atlas 确实他的能力很强 但是呢 成本太高 这也不行 所以这个综合考虑 你最后才能得到一个好的一个方案 所以这个对这个坦白讲呢 就是机器人这个产业呢 它是一个需要大量实践经验的产业 它并不是像其他很多产业 我这个理论很牛 研发人员很牛 还真不是 这个要这个会用别人的东西 整合别人的技术 然后呢 去针对性解决问题 同时能够更平衡 更综合的思考啊 我的投入 我的产出 我的市场大小 然后我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他更考虑的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而且是实践当中来的东西 和很多理论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教授创业理论上就很难 但是呢 在这类公司里干过的 在创业呢 他就会有优势 因为他这个实践的经验是可以继承的 所以我们强调说 注意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那些成功企业都会变成黄埔军校 会让更多的企业从中间诞生 因为他们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 当然呢 前提就是 这个不要去做那什么高大上的 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人型机器人 那当然呢 我们也知道呢 我们开篇呢 先要讲一大块呢 是这个现在很多机器人 这个虽然机器人产业不长 但是呢 已经积累了很多失败案例了 我们先从失败讲起啊 当然人型机器人是一个 还没失败呢 对吧 但是我们就预判他会失败了 这个不是诅咒人家啊 但是呢 我们也通过分析来认同 不是能够专门认同的 对吧 所以不管是大名鼎鼎的特斯拉 还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小米啊 他只要做人型机器人啊 和他企业无关啊 是战略决策错误啊 但是顺便说呢 这个人家特斯拉还没推出 我实际上非常怀疑 特斯拉到推出的时候 会不会是一个人型机器人啊 我觉得也许会让大家很惊讶啊 到最后可能未必是人型机器人 因为马斯克不傻 他经常忽悠 但是他不傻啊 所以人型机器人可以用来忽悠啊 不能用来实干啊 然后呢 这个小米真用来实干了啊 那这个只能说什么呢 小米的这个战略呢 有严重问题啊 这个因为那玩意儿实用不了 除了除了摆设以外 没多的用啊 所以这就是这个机器人产业的 一个一个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尴尬 但是不光这个尴尬 还有好多好多的尴尬 对吧 这个因为机器人产业呢 太多的失败了 然后呢 一种失败呢 就是过于技术导向 以至于技术超前 这个有人问说 要不要做空特斯拉 这个瞬间做空有可能行 也就是在AI day的时候 他发布的时候 这个发布完以后 大家发现说 这个没啥好效果 然后呢 这个可能会跌一下 但是呢 这个长期做空千万不要 因为我们讲了那么久了 人家这个特斯拉 有可能是这个交通驻行旗服务 最后的赢家 笑到最后的人 你怎么敢做空他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然顺便说呢 短下我不会 所以这个我不鼓励你短期做空特斯拉 对吧 这个另外说 要不要做空小米 小米我更不知道了 因为小米的这个股价比较诡异 这个所以就不谈小米了 那我们讲说这个机器人企业呢 这个其实有很多机器人企业 是这个技术很领先的 但是呢 他也失败了 我特别喜欢那个机器人企业 我当年曾经去参观的 这个然后他CEO给我讲了一路 可自豪了 就是这个Racing Robotics 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是真正的协作机器人 我们不光是 因为原来协作机器人的概念呢 就是这个所谓 因为有更多的传感器 所以即使人在边上呢 也不会把你撞伤 如果是传统机器人概念 没那么多传感器 他就是机器壁在那儿挥舞 人一过去可能就受伤了 对吧 那而且呢 他讲的不光是这个 就他的协作机器人呢 他会有这个和人协作的能力 这个当时他那CEO给我演示 说你看我有一个印刷线路板 我要把一个二级管焊上去 对吧 那焊上去的时候呢 这个前提呢 他一般的印刷线路板 然后预留两个孔 二级管那个两个脚 插到那孔里 然后呢 开始焊接 这人 当然那个 因为二级管那两个脚是 是金属 但是很软 很容易掰动的 对吧 那说这个 如果说我们人呢 当然你知道 如果这个焊的时候 如果这个插 插到孔里 没插进去 我调一调 对吧 用手掰一掰 把它塞进去就好了 但是机器人 完全没有那个灵活能力 基本上一怼在上面 怼不进去 就卡住了 卡住说 如果你在 就是这个 二级管那两个脚 没有插到这个 缝里 你就焊接的时候 那就容易形成虚焊 就可以掉 对吧 所以插进去再焊 就会焊牢 就是人能做这事很容易 机器呢 以前做不了 他们很自豪 就是说 我们的机器壁 我能做 为什么呢 我这个插到那 如果不行的话呢 它机器壁知道 我晃一晃 把这脚给它晃到 那个洞里去 它会灵活处理 对吧 所以这是他当时 CEO给我讲的故事 可自豪了 当时两种 一种双臂 我记得当时 双臂机器人 三万美金 单笔机器人是一万七 我记得如果我印象 没错的话 对吧 然后我当时就动了心了 要不然我也来一个 虽然买位机干嘛 不知道 先来一个试试看 但是后来这个 还没来得及来呢 这个机器人企业就破产了 对吧 但是实际上呢 机器人企业呢 所以我就讲 它技术其实非常非常领先 但是你技术 特别领先了以后呢 你没有需求 就甚至Sport 现在也有点这个风险 就是技术是很领先 但你没有需求 但是呢 这个很有意思 虽然技术领先没有需求 中国就已经有一批跟随者了 这个 当然中国的便宜 这个 问问那些养宠物的人 愿不愿养一个机器宠物 这个没事遛遛机器狗 对吧 但是也没多多用 所以都是这问题 就是技术超前于应用了 这但是呢 我们讲机器人这个产业呢 还真的是应用导向 就是你反过来是成立了 找到应用 怎么想方设法 应该用技术也能够去满足 但是反过来 说技术很强 能不能找到应用 那未必 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Racing Robotics 虽然它的创始人是大牛 是这个前一段 刚刚被收购的 这个iRobot的创始人 叫Ronnie Brooks 曾经是MIT机器人系的系主任 是这个机器人领域的大牛 但是呢 大牛做公司一样会失败 就是太超前了 那另一个超前的例子呢 就是这个 叫这个Cosmo Cosmo 我记得我买过 还推荐过 为什么呢 Cosmo号称是世界上第一款 可以和你一起玩游戏的机器人 这就是说 这个玩具本来是你玩它 对吧 现在这个玩具有智能 是你和它一起玩游戏 它有一个立方体 两个立方体 这个反正它有这个闪这个面 我记得 这个如果两个都是一样的话呢 你就要去摁它 就代表这个 就像抢打一样 如果两个面不一样呢 你就不能摁 就是你错摁了也不行 你摁晚了也不行 因为它那个机器 它是可以跟你来比速度的 比谁的辨识能力强 谁的动手能力快 这个 所以它当时那个很风靡 这个我也喜欢玩 然后我女儿也喜欢玩 但是我女儿还小 然后反应速度没那么快 然后就逼着我说爸爸你来跟他玩 也要赢他 对吧 所以 但是呢 问题在哪呢 就是它依然太单调了 就是说它太 就是很多人把这个机器人呢 说成 因为你说成机器人的时候 大家的概念就是说 我要和人比 对吧 虽然它能和我一起玩游戏 但是它和我玩游戏的水平 依然连个孩子都比不上 因为孩子可以跟我玩好多种游戏 对吧 可以跟我打牌 可以跟我这个什么什么玩沙包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机器呢 它只会玩这一种游戏 别的就不会了 所以你就不会认为它有多智能 这种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反差 就很多机器人都会出现这种反差 它宁愿把自己定位成机器人 让你觉得它很高大上 但实际上呢 它还不如一个玩具 而反过来其实是成立的 就是你 你希望别人预期你很高 结果你很低 这就完蛋了 对吧 就很多机器人其实都犯的是这个错误 但实际上呢 你应该是希望别人预期你很低 但是实际上你比它预期要高一些 对吧 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 而且这个有很多人还跟我有共鸣 还专门找我来 对吧 就是就讲这个例子 我就说这个 也是从我女儿那看来的 就是玩具产业从来就是这样 大家一听玩具 你的预期就低了 你不会预期你的玩具特别有智能 对吧 跟人一样聪明的玩具 你没听说过 对吧 但你说是机器人 别人说 哎呀 会不会跟人一样聪明 对吧 那么玩具产业特点什么呢 就是我超出你预期 我预期给你摆的很低 但我超出预期 对吧 所以我这个 真事 我女儿在小的时候 看着一个小马 这小马很好 这个你一葫芦毛 它就会发出那个马 那个叫声 然后呢 这个它有一个塑料做的草料 怼到那个马嘴那 马会扎巴嘴 然后呢 你把马给放躺下 马眼睛大大的眼睛就会闭上了 其实理论上讲 马睡觉也是站着的 对吧 在里面放哪 它会闭眼 然后呢 我女儿觉得 哎呀 这个可智能了 这个玩具跟真的一样 跟动物一样 我就买了一个 然后呢 这个过两天呢 这个又逛街 他看到一个小熊 这个小熊呢 是这个 你葫芦它毛呢 它会也是乌鲁乌鲁出点声 然后呢 这个你拿一个蜂蜜罐 怼到它嘴那 它也会这个扎巴嘴 然后你把它小熊换下它 它也会闭眼 然后我女儿就 哎呀 这个也特智能 我也要买 那你知道 我们看技术的眼里 这和那个马是一回事啊 对吧 就这几个功能 但是我女儿说 怎么是一回事呢 那个是马 这个是熊啊 对吧 然后后来好像又买了一小兔子 对吧 其实功能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 第一呢 这个 我女儿觉得很智能 对吧 觉得她很聪明了 觉得她有人性了 这个是真的动物一样 那第二个呢 换个皮 就可以无数个版本 所以你说 这个我们再总结 说这个Cosmo 其实它也挺厉害的 它销了150万台 对吧 但是它后来还是倒闭了 那这个 那说明什么问题 就说明呢 这一招先吃遍天 就机器人从来没想像玩具一样 规模复制 机器人远是单拨一个 就很多机器人 企业干了很多年 做了一个机器 对吧 包括我们说这之前 还算是成功的那机器人 叫这个Spharo 对吧 Spharo很多人记得吧 这个 就是这个 星球大战里 出来的那个机器人 叫BB8 BB8 对吧 就是那个Spharo 这公司设计的 那 这公司做了好多年 就这么一个 叫球形机器人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一玩具公司 那是每年必推新品 对吧 为什么不推新品 那圣诞节没得卖 但是 每年推的新品 有多少技术含量呢 没有 都是加加减减 修修补补 就是让你觉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机器人企业 很多时候技术导向 老是 我的技术要特别牛 才能不一样 但是其实不是 真正是用户的 心理体验 是不是特别牛 所以 就还是 这个那个例子 就是 在很多技术大牛眼里 那个小马也好 那个小熊也好 那个小兔子也好 对吧 那个技术简直不值一提 而且是完全重复 对吧 但是在孩子眼里 对吧 这个技术比你那个 号称多么智能的机器人 要好玩多了 对吧 而且很智能 对吧 所以这个心理预期很重要 很多先进技术都是这么死的 就是过于强调技术 当然 顺便说一句呢 这也是今儿下我们这个同事们一起讨论 这个我把下周一期课都讲了 对吧 就是同事一起讨论呢 就是谁是这个未来玩家 未来的赢家 这个这个这个技术的这个领军人物 就是技术的这个这个技术企业的创始人 对吧 你会发现说张一鸣是最牛的技术人员吗 其实不是 对吧 那甚至这个马云连技术人员都不算 对吧 都不是牛不牛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技术人员 他赢了 为什么 我们就说呢 这是有一几个 还是一样 我们重复习一下功课 我们一个叫跨越列股的理论 对吧 跨越列股理论 把人分成多少类呢 是现实当中人呢 五类人 对吧 第一类呢 叫Innovator 创新者 这个科技大拿 这事是他做出来的 技术专家 第二类呢 叫Early Adopter 叫早期采用者 这些呢 他未必是技术专家 但是什么先技术来 我都先使用 那使用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用户体验不好的地方 对吧 就是因为你技术还没完善嘛 对吧 这个服务还没这个形成闭环嘛 体验不好也我也用 因为我喜欢技术 只要你有这个技术的这个优势 我就会使用 这叫Early Adopter 然后呢 这个两类主流人群 叫Early Major 早期主流和Late Major 晚期主流 最后一个拖后腿的 这个永远是落后的人群 那不管他 对吧 那这五类人群 中间这两类呢 是最大的主流人群 市场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这样的人 对吧 那最后呢 百分之十 前面呢 百分之十几 那么现在问题在这儿 就是说我们经常以为技术企业家是第一类人 是Innovator 对不对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实际上真正的技术企业家往往是第二类人 就是说他不是技术的发明人 但是技术的使用者 注意哈 乔布斯不是技术的发明人 技术的发明人叫做Warsnack 就是被乔布斯骗的那个搭档 经常是乔布斯有个idea 说我们要做一个长途电话塔 他的伙伴就把这个技术就做出来了 乔布斯负责去卖 所以他是个early adopter 所以马云为什么成功 因为他是个early adopter 他不是最早发明电商的 他也不能开发电商网站 他是他最早知道要引入电商来做事 所以是技术的早期采用者 所以真正成功的 能够做成巨大的产业的企业家 优秀企业家 注意他不需要是技术人才 因为如果是技术人才的话 很多人就会说 我这辈子已经没机会了 我相信咱们特训营的同学 如果你不是搞技术的 让你现在从头现读一技术博士 估计来不及了 对吧 那你就说没机会 但其实不是 因为你只要懂技术 而且懂技术的性能 懂如何把技术发挥到极致 就还是我们说那个懂闪电站 你不需要是坦克的研发者 你需要是坦克性能 非常熟悉打出闪电站的人 这类人的特点什么呢 叫做early adopter 叫做早期采用者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给大家讲了好多先进科技以后 尤其呢 Tina现在就在讲 叫零基础学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来编程 人工智能来画画 人工智能来写剧本 人工智能做这个产业分析 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呢 我希望呢 我们大家 我下周会更细的讲 我希望我们大家呢 不要停留在 听完课很爽 这个局面 这个地步 要再往下走 听完课如何用 要逼着自己用 确实现在用呢 不会那么完善 但是要逼着自己用 当然我们也尽量配合 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 要了解到可用的层次 就是如果你了解了 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那我也不称职 我们要进一步 所以呢 我这回回来呢 虽然因为时间比较匆忙 我决出要回去 但是我们还是约了 这个中国的几大云平台的交流 为什么呢 我们一直讲人工智能 尤其是叫 这个云原生人工智能是未来 那现在几大云平台 在人工智能上投入都很大 那到底通过云平台 能够得到什么人工智能的 这个能力 然后你在这个云上的 云原生的人工智能能力上 你到底能开发什么应用 我去给你这个探探班 去一线看一看 现在到了什么水平 这个也会把这些东西汇报给大家 为什么呢 就是希望你一定要用上 所以这个是我们强调的东西 就是也就是说呢 我跟你讲 说一千到一万 我讲了半天 你不用 那没有用 没有行动嘛 没有改变 对吧 关键要有行动 那回过头来还是说 我们讲这个技术 所以注意哈 就是刚才讲了 技术人员创业 用CTO型的人才去当CEO 往往会失败 所以好的技术创业者 往往会招一个CEO 找就知道自己不行 就找一个CEO 中国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当年这个UC浏览器 就今天小鹏汽车创人叫何小鹏 何小鹏是个技术人员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当初他做这个浏览器呢 他做完以后就发现不灵 然后呢 找了另一哥们叫余永福 余永福是干嘛呢 原来是这个联想投资的 这个投资经理 但是呢 他是干市场的 他不是干技术的 那么这个技术人员跟这个联想 这个投资经理聊呢 联想不联想投资 但是联想呢 没通过 不愿意投 但是余永福说 我觉得技术好 你不投 我去跳到这个公司当CEO去 我帮他拉投资去 后来把雷军拉了 就余永福拉了的雷军 因为他原来在联想投资的时候 就认识雷军 这这么来的 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背景呢 实际上是管理背景 是非技术背景 这样呢 反倒对了 因为他是叫early adopter 他不是这个innovator 这个何小鹏是innovator 对吧 当然经历过这么多年了 现在小鹏汽车 何小鹏决定 自己也来当这个early adopter了 对吧 这个行不行 我觉得还需要拭目以待 至少现在看起来呢 你发现没有 魏小李三家 是不是何小鹏的市场 还是最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你看最起码 这个从市场的噪音来讲 这个宣传能力来讲 小鹏汽车的声音是最小的 对吧 为什么 就是因为技术人员 这个innovator的这个 虽然已经干过一次创业 按理说已经接触了很多 管理经营的东西了 但是还是不如人家 对吧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我再给大家打气呢 虽然你不是干技术 你是可以做技术企业来创业 因为技术人员往往会犯错误 就过于超前 那当然这是一种 另一种呢 是落后超前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要做那事呢 根本做不到 对吧 就是过于好高骛远了 对吧 就是我们讲人性机器人 就是你要想做一个 能够和人的能力相当的机器人 对吧 基本做不出来 这早就试过了 这个尤其我们说 这个现代人性机器很热 但是这之前人性机器人 n多年 全世界讲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asimo 对吧 这个本田的这个机器人 但是呢 这经过好几十年的这个演化呢 他依然是哆哆嗦嗦的行走 依然是这个你如果往他边上一靠 他就会摔 依然是这个平衡能力非常差 运动能力非常差 基本上和这个雷军带出场的 那个机器人的运动能力 基本上差不多 那种运动能力都没得看 对吧 这个我们 我记得我们17年的时候吧 我还去日本看这个机器人世界杯 对吧 那机器人世界杯的理想 就是当然我们去的时候呢 是机器人世界杯30周年 就这已经办了30年了 所以30年之前 大家就想做 就是用 就已经做起来机器人世界杯了 就是用机器人踢足球 对吧 但是30年之后 我们去看的时候 17年去看的时候 依然很糟糕 这个 大的人型机器人踢足球的 想都不要想 都没那么多机器人 传不起来那么多 传不起一个队来 对吧 然后呢 小的这个机器人闹 一尺多高那个 那基本上也是拿踢小球 首先动作很笨拙 而且互相一碰撞就摔 这个和人完全没得比 灵活性都没得比 唯一这个灵活性很强的 那就是不累人的机器人 就是四足的 轮式底盘 不是四足的 轮式底盘 那在球场上嗖嗖嗖的跑 而且互相之间的 这个协同非常好 因为互相之间通讯 还是没有障碍的 他不像人需要 在球场还要互相喊 他直接是用数据通讯 对吧 在哪都能传输到 互相的配合 非常流畅 当然了 这个四足底盘 这个轮式底盘的 这个踢足球的 这个底盘 后来就成了 这个物流机器人的基础 所以今天物流机器人 就运动能力非常强 协同能力非常强 那是为什么 当初一起踢足球来着 踢足球的时候的运动速度 要比这个 现在在仓库里的运动速度 要快多了 也就是说 现在仓库要提速度 还是有机会的 对吧 但是呢 人形机器人呢 就是很糟糕 那当然呢 这个他们的理想很远大 过了30年 依然很渺茫 就是他们希望能造出 像人一样灵活的 这个机器人的球队 未来这个机器人球队 能够完胜人类球队 现在看起来呢 可能还要再过30年 才能觉得有希望 这个现在看起来希望不大 这个要和人的这个足球队 去比的话 即使是11个Atlas也做不到 就11个这个波士动力 最好的机器人也做不到 完全做不到 那你就想过了30年了 依然很渺茫 对吧 那你还要不要为此 再奋斗30年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创业 我们讲叫产业化时点很重要 就是我后面会讲到一点 你一定要去找那个 现在还没人能做到 因为有人能做到 就变成其实 这个红海竞争了 对不对 现在还没人能做到 但是呢 经过你的奋斗 过个三五年能做到 这是最好的创业领域 最怕的就是 确实现在没人能做到 你干个30年还是做不到 对吧 所以这个ASMO 就是这么个局面 干了30年还是做不到 这个ASMO 最后呢 这个本田终于彻底放弃了 这个2022年 本田说我不搞了 新墨我不搞了 对吧 所以你看 人家这个搞了好几十年都不搞了 这种雷军接过棒来 所以这个棒真的是烫手 这个 就过于好高无援了 做不到 所以这是叫 现在的这个 人工智能家机器人的特点 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可以被替代的 有些职业确实很好 这个如果能够被替代的话 可能能赚大钱 比如说律师 对吧 尤其美国 这个上 这个应该说 这个从 律师从业人口数量庞大 这是可能有上百万律师 对吧 然后每个律师挣很多钱 你要把它替代了 你就厉害了 对不对 但实际上呢 迄今为止 人工智能 对律师的替代 称死是 律师文件整理 这件事是有一定的替代性 但是 替代律师这件事想也不要想 对吧 包括说医生对吧 医生的一些医学图像的分析可以做到替代 但是对医生的职业替代 对吧 这个想也不要想 别说医生了 护士都不行 对吧 Azimo本来呢 就是想做这个护理来着 对吧 这个因为孙正义 不是Azimo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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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Azimo 这个Peper 本来就想 做护理来着 这个因为孙正义的观点呢 是是是 是Azimo 对这个 做护理 孙正义的观点呢 就是说 这个未来呢 这个机器人的数量 会超过人口数量 一个人会用多个机器人来服侍 尤其是日本是老年 老年化国家 那他需要这个 比如老人的护理 对吧 那你这个Azimo 不是号称运动能力最强吗 说你试试 能不能去护理老人 后来发现不靠谱 完全做不到 就这运动能力 对吧 都不如这个 都不如这个 这个 估计都不如半身 半身不随的人 对吧 所以后来 彻底把他这个 这个项目就淘汰掉 就和人比实在差太远了 就是好高无远 那另一个好高无远的例子呢 就是这个Jibo 这个Jibo 你现在上网去测试 应该都能搜得到 有一个这个 介绍Jibo的视频 就是这个 机器人还没推出来呢 先推出一视频 说他能干嘛 他叫社交机器人 他能和你来互动 跟你一起玩游戏 然后这个陪伴你 给你讲故事 等等等等 一个视频拍的 这个特别唯美 后来呢 这个产品 终于出来了 大家发现 离这个视频讲的功能 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呢 注意哈 就很多的这个失败案例 可是牛人做的 这个 这个 我们当时也是带团队 去参观过 参观过Jibo 这个Jibo的这个创始人 是MIT的一个 这个MIT媒体实验室的 这个教授 叫Sincia Breezeo 他其实也是另一个领域 基本上是创始人 这个创始人之一 叫做这个情感计算 叫Affective Computing 叫情绪计算 情感化计算的 这个奠基者之一 但是呢 你是技术大牛 你是这个 甚至这个学术大牛 不意味着你作为产品 就能成功 就叫Over Promise 你许诺了太多 你根本做不到的事 上市以后 反响平平 没人买 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真正要去反思一下 就要去游戏 好好去玩具行业去去精 玩具从来都是用最低成本 最减方案 对吧 这个非常不智能的方案 让人觉得他很智能 对吧 你想想看 就刚才说的 那小马眼睛躺下就会闭上 那太简单的功能了 那没有多少的这个技术含量在里面了 对吧 但是呢 你就会觉得 他好像是挺有智能的 对吧 这是最主要的 所以既不能这个技术做的太牛 也不能找一个领域技术根本做不了 对吧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就说波士顿动力 商用化 你做了一平台 你这平台看起来是很牛 然后他还这个 Open API 还这个开发包 SDK全都做了 但是问题是 谁愿意为你开发 他一年出货才1000台 对吧 这个谁愿意为你开发 对吧 这个 所以 所以 应该一年出货 1000台应该都不到 这个一个月能有几十台就不错了 对吧 所以他出货量太小 为什么出货量太小 没找着应用空间呢 对吧 这个我自己本来觉得 他们曾经来试过 就是在警察巡逻 比如像纽约 纽约的很多 这个美国的很多公园是开放的 你看纽约中央公园 他门是没有大门的 他就平时都开放 就是北京现在有很多公园 也要打开篱笔 打开围墙成了24小时开放公园了 对吧 24小时开放公园 尤其又有点大呢 他里面如果出了什么事呢 你确实不好防范 比如有节道的 什么之类的 对吧 或者有人摔伤了 对吧 那用机器口去巡逻 这个如果有节道的 他就亮镜笛 闪景灯 录像 虽然他不能去抓捕 但是他能录像的 也把匪徒吓跑 对吧 如果有这个摔伤呢 把图像回传回去 调医护人员来 离乱可行 但是呢 所以这个美国呢 不是一个特别的技术友好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大家觉得侵犯了我隐私 我比如正在谈恋爱呢 一个机器口凑过来 又拍照又鸣笛的 受不了 所以呢 这个美国 本来已经都上岗了 后来美国警察局 只好又把这个岗位给取消了 没上成 所以就丢了 中国有没有可能 能够让这个机器口上岗 我们曾经也想过 做这个设计大赛来着 后来因为太多要事 太多事要埋了 要忙了 没必要专为这个波士顿动力 去操心 后来也没弄 对吧 但是呢 就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你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一个明确目标 就是它设计的时候 就是要做成一个狗 它狗不是个可替代的市场 就是你能替代真狗 它没有这市场 大多数人养狗 不是为了要那个狗 是要宠物 你替代了狗的能力 你也当不成宠物 对吧 所以它这个商用化出了问题 它没有 不是针对一个 明确的目标市场开发的 对吧 然后呢 另外一个商用化出的问题 就是这个Pepper 这个中国还有很多人学Pepper呢 对吧 这个中国其实类似Pepper的这个人型机器人 就这种 其实没啥运动能力的人型机器人 而且底下是这个轮式底盘的人型机器人 我觉得没有一百种 也有也有几十大几十种 但是都没做起来过 为什么就是没啥用 这个以前的用途呢 就是做点这个导购的活 但是导购不是个职业替代 因为商场基本上都没有专有导购这个职业 就很少有商场 我就一年到头有固定的这个几个导购 在这个就是从事这个导购工作的固定职业 基本都没有 就是大促销的时候 找两个人临时做一下导购 平时就没有了 对吧 那你说你弄机器人来做导购 你替代谁啊 他没有职业可替代 所以都不成功 所以这个当年曾经特别火的这个机器人 这个公司 这个当年是一个法国的机器人专家 两个东西就是他开发的 一个是一个大的叫Pepper 一个小的就是一个闹 就是在这个机器人世界边上踢足球那个 那个闹也是他开发的 但是呢 后来孙正义把这公司收购以后呢 把这个CEO踢出去了 CEO后来又去创业去了 但是呢 现在好像就资质平平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了 但是软银接管了以后呢 也没做成 也现在基本上都不行了 这个都停产了 所以那简单说呢 就是说 这个我们还要从实用角度去出发 这个去开发应用 而不能纯从技术角度出发 或者纯从想象角度去出发 我认为我行 这不行 所以要有一个找到一个专有的市场 这个市场要足够大 足够大什么的 就有足够的从业者 然后呢 要这个做到这个客户需求导向 我就去解决他的问题 然后呢 形成完整的服务闭环 能够解决得了 最后还要考虑成本控制 对吧 这个最后还要能赚钱 有收入 有利润 这样才能活下去 对吧 所以这个是从我们当 我们从失败当中看到的这个 这个这个教训 那我们再盘点一下 就是现在的这些足够大的市场里 都有哪些领域 有了 已经有了机器人企业了 对吧 那当然呢 这个我们把它分成了两大块 一大块呢 我们认为是 就是叫2C的 就是针对消费者 针对中单消费者的 针对中单消费者 如果是一个足够大的领域 他就有可能呢 先把这个业务做起来 然后平台化 未来就可能变成巨无霸的企业 这是我们认为 有机会的 那是就成为未来的这个领军企业的 那另一类呢 就不容易 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二类 机器人企业的机会 那找到一个小的窄的领域 所以叫low-end fruits 一个领域 但因为我们讲呢 他没法跨领域 但这领域呢 就往往是2B的 就是他领域不够大 就是他不会死 甚至也有一定规模 但是一定不是巨无霸 不是下一个BAT 不是下一个特斯拉 但是他也能做成 他也能 可能是个 所谓叫billion dollar company 也几十亿美金 也有可能 对吧 就像我们就说像 iRobot 他被并购的收购的时候 也是十几亿美金收购的 对吧 就这水平了 但是你说他成功不成功呢 也不算不成功 对吧 你说一个人创业 做成了一个十几亿美金 或者几十亿美金的企业 成功上市 也算成功了 对吧 大家不能太眼高于顶 对吧 但是毕竟呢 你要知道呢 他没有更大的扩展空间 再上百倍的成长 他就没有了 那这里都有哪些呢 一个呢 就是仓储物流 仓储物流呢 现在的机器人使用呢 还蛮广泛的 而且我们讲呢 他就强调呢 就是一定的运载能力 所以叫托盘 对吧 然后呢 有路径规划能力 有这个环境感知能力 然后有这个协同能力 这个呢 现在基本上都是有的 那这个最典型的呢 就是应该也算是最早的 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公司 叫Kiva Kiva呢 是特别好玩 最早搞完了以后呢 就亚马逊收购他 在亚马逊收购他之前呢 他已经为别的仓储来提供服务了 然后亚马逊收购以后呢 专门发了一声明 说这个Kiva被收购以后呢 依然会为别人提供服务 但是声明完了以后 很快就食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亚马逊的仓储就没忙过来 所以他就不再为任何其他企业提供服务 就变成了一个亚马逊内部的一个 就是因为亚马逊全资嘛 为自己内部服务都忙不过来的一个 物流服务的这个机器人 而中国呢 反倒有一个第三方机器人公司 执行Kiva的这个使命 但是他是第三方 就是所谓这个海康机器人 海康机器人呢 现在成长的也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需求在这摆着呢 这个美国呢 是因为这个仓储物流亚马逊的需求最大 所以这个Kiva就直接为亚马逊服务了 但是理论上讲 如果他把它分拆出来 不光为亚马逊服务 因为别人也需要 你为沃尔玛服务 为西安服务 这个市场独立是存在的 而且这市场不小 所以就仓储物流机器人是有的 这个市场还是挺大的 那海康就单独做这个 对吧 当然其实包括京东啊 包括像这个菜鸟啊 淘宝啊都有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海康呢 相对来说呢 他做的更标准化 更系统化 包括我们上次介绍过 还和这个ERP对接啊 做的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是有市场的 那当然呢 还是一样 我不认为他会变成下一个亚马逊 对吧 这个 也就是说呢 AWS会变成下一个亚马逊 就是所谓叫亚马逊云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亚马逊机器人 就是当年的Kiva 不会变成下一个亚马逊 没那么大 对吧 然后另一个呢 我们说叫餐饮机器人 这里面我们最欣赏呢 叫做这个MISO MISO呢 已经开始 它叫做 这个机器人服务了 叫robotic as a service 为什么叫机器人 即服务呢 当然实际上云记也是一样啊 就叫机器人订阅啊 你要用我的机器人啊 这个我来负责维护保养啊 你就用就是了 但是呢 你用一个机器币啊 用一个机器人啊 每月2000美元啊 然后或者你用按小时算 每小时三美元 那面三美元很合算 因为美国的这个 最低工资标准 大概好像是我记得不错的话 好像12、3美元啊 就是说你如果请一个人给你干活儿 如果没有付到12、13美元的话 人家是可以起诉你的 就是你没达到最低工资标准 所以你看机器人比人便宜好多 对吧 当然他只能干特定的活儿 所以就是说呢 这个MISO Robots做的厨房机器人 不是什么菜都会炒 或者说你教他炒这个鱼香肉丝 这不靠谱啊 他只有这么多的这个种类啊 只有这么多的他能干的事啊 这个所以这个是他的特点啊 那现在呢 这个我们也之前上次也讲过啊 餐饮机器人呢 应该是有巨大的身上空间的啊 当然呢 这个餐饮机器人呢 虽然我们说他是新兴啊 但是你是附着在餐饮这个领域的 所以理论上讲呢 他也是个这个所谓叫行业增强啊 就是还是头部的连锁企业啊 我使用餐饮机器人 我是有效的 但是我做了机器人啊 形成连锁餐饮啊 这个至少我还没有听到这个例子啊 因为这个有难度 对吧 就是我因为我有了一个机器人系统 然后我把我的餐饮连锁化了 做了这个1000家店 这个很难 但是我已经有1000家店了 我把它做这个连锁化 使得我的这个推出的菜品都更标准化 这个很多 对吧 麦当劳就是这样啊 这个 我们说这个特别难吃的那个中餐 叫Pander Express 叫熊猫 熊猫快餐 也是那样啊 非常难吃 但是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这个炒菜都是自动化的 所以呢 在熊猫快餐里呢 因为基本上美国这个中餐厅都是华人在经营的啊 不管是好 不管好吃不好吃 但是熊猫快餐里面呢 这个可以没有华人 而且我反正我们家旁边熊猫快餐就没有华人 对吧 这个 这个是 是是是是餐饮的特点啊 但是注意哈 也是一样 因为你是2B 而且呢 是连锁餐饮 如果用了你 会增加它的竞争力 但是你自己做了一套系统 能不能形成连锁餐饮 这未必啊 所以当然人家更有优势 对吧 那么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手术机器人 顺道说一下呢 就是手术机器人呢 是一个独特门类 其实理论上讲呢 就是它能完成很多的动作 但是呢 它不是智能化的东西 更像遥控啊 就是啊 比如说这个抚枪镜 对吧 因为啊 这个人手伸不进去啊 我抚枪镜前面啊 有一些小夹子啊 有一些小功能啊 这个我就可以伸到人的身体里去 做手术去了 而且可以远程的去操作啊 仅此而已啊 但是呢 它不是智能的东西 和我们说的智能机器人 还不是一回事儿 但是呢 因为大家都习惯了 把它去叫机器人 所以我就先列在这儿啊 就是啊 最典型最早就是这个 Intuitive Intuitive当时 我自己确实在这个现场见过 因为我们 投的一个企业的这个董事 是Intuitive的创始人 就是这个达芬奇机器人的创始人 然后所以我们有一次开董事会呢 就在他们公司开的 开完董事会呢 那个人家很牛嘛 就给我们嘚瑟了一下 就是说来我们带你们 带你们看一看这个 我们这个手术机器人多么牛 就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 就是缝葡萄皮 就把一个葡萄皮割开 然后用这个达芬奇 这手术机器人 再把这皮再缝回去 这个确实我见过现场演示 所以这个人做不到 因为人手太粗糙了 对吧 这个他就更稳定 而且他可以用放大镜 他就可以做更微小的动作 这个而且专门为这个手术设计的 所以他更做很多事 但是呢 他主要用途呢 是辅强镜 后来当然现在也在开拓其他的领域 但是呢 我们这个因为 我记得这个 后面 就放在前面来了 就是这个最后有问答 就这个 Tina还专门跟我说 就是有人想了解 也就是说这个手术机器人这市场可不可搞 因为这个手术机器人国内也有不少企业在做 这个 然后就问说这个赛道怎么样 能不能做 手术机器人呢 其实这个特别难 这个 然后呢 这个难呢 就我们讲的难呢 也是壁垒 也是障碍 对吧 就是说障碍呢 你自己也不容易做成 壁垒呢 是你做成了以后 精神对的时候少 两大难点 第一呢 是注册难 就是审批通过难 为什么 因为你涉及到手术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所以他必然至少是三类医疗器械 对吧 这个因为他涉及到这个体内 然后呢 这个 所以临床审批非常复杂 然后呢 这个经常好多年 第二一个呢 就是这个叫市场难 就是因为他是个新门类 你这个卖到医院去 他不像别的东西 比如我这个卖个CT 我卖到医院 简单教一下 别人就会操作了 这个呢 手术机前简单教是不行的 相当于你学开车 他且有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呢 就是他越精密的东西 你操作 因为他是反常识的 你要训练 你能够熟练操作 要花很长时间 而且能不能熟练操作 这个效果还是差异挺大的 也就是说 这个刚才说 他当当缝葡萄瓶 不意味着我拿这东西 也能封葡萄瓶 是要训练过 熟能生巧才能封葡萄瓶 对吧 这个就难了 为什么 因为医院要买 我还没有医生被训练出来的 而且我训练谁呢 对吧 训练多少年合格呢 对吧 所以呢 就特别难推广 所以注册难推广难 都花很长时间才行 以至于呢 到现在 达凡奇手术机器人的竞争者也不多 美国也不是这么分类吧 手术机器人至少是应该叫三类 就是一般的体内的是三类 就是一类是最简单的 甚至不碰人的 就是一二三类是三类最复杂 一类最容易 这样 不管他 就是 所以手术机器人呢 其实就是 就为什么 这个达凡奇 到现在竞争对手都不多 对吧 而且另一个呢 就是为什么达凡奇到现在都很贵 因为我们讲了 他难 就是你进入难 但是他壁垒也高 别人也不进来 别人也进不来 你的推广有困难 你会采用什么策略呢 就会用高价策略 对吧 我套住一个是一个 而且我的耗材也特别贵 对吧 所以这就是达凡奇 那但是呢 他就和我们的传统的思路 是这个 是反了 就是我们传统思路呢 是要这个规模化 降价 规模化 对吧 但是因为这东西 他需要有设计要操作 设计要培训 他就不愿意去规模化降价 所以就造成呢 就是如果他要出现竞争 他可能这个达凡奇 因为他思维模式已经都变了 所以呢 他应该也不容易改过来 应该也不容易做 也就是说 有可能 如果某天有个 颠覆者出来 真很有可能会给这个达凡奇致命打击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高架了 对吧 因为他壁垒高嘛 那当然另一类呢 就是就是机器人里手术机器人很多类了 我们觉得比较看好 就骨科的 为什么呢 就骨科相对更稳定 骨头是 这个 就是他这个人体组织 它是软的 就是你 你这一刀切下去 就是这个包括 就这个很好玩 医学教学 有很多现在有这个 所谓叫这个AR教学 这个戴上AR眼镜 去操作 去解剖 解剖一个虚拟尸体 对吧 那解剖虚拟东西的时候呢 它和真实的这个区别在哪呢 就虚拟都是清清楚楚的 对吧 但是真实的人体 它是软的 对吧 然后它是很容易难以分辨 尤其是一划一刀以后 血液流出来 它很容易根本难以分辨 是模模糊糊的 而不是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模型上面 全都是分得清楚 又没有血 全都是分得一清二楚 而且是硬的 对吧 都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就是相对硬的东西呢 就适合机器人操作 相对于软的东西 辨识度低的东西就不适合 对吧 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 这个机器人来操作的 对吧 骨壳机器人就最适合 所以这个 这个就还是这样 就是做手术机器人 第一呢 要旋转门类 第二一个呢 要有耐心 这个当然你有耐心呢 你的门槛也挺高 你做成了门槛也挺高的 但是这个做的过程很折磨人 能不能做成 不好说 即使注册成了 能不能被接受 也不好说 对吧 这个手术机器人的接受 是非常缓慢的过程 然后还有呢 就是其实现在最最最普遍的 是家用机器人 尤其叫扫地机器人 对吧 那扫地机器人 我们好像就说 哎 这很成熟了 对吧 这个尤其是 今天我们下午还在讨论呢 说这个 这个小米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很厉害啊 长得很快啊 这个迅速 上市没多长时间 迅速就做起来了 所以他因为他有这个 人工智能的这个 这个分析能力啊 所以他能分辨出 什么是狗屎来 对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家里养狗 有狗屎在那 被扫地机器人 均匀涂到地面上 这家就惨了 对吧 所以他能分辨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说实话哈 这个狗屎给你带来 这个家庭困难的几率非常低 因为养狗的家也知道 这个如果用上扫地机器人的时候 先眼睛瞄一下 如果有狗屎要先捡起来 他没傻到那地步 对吧 这个狗屎都不捡 对吧 而真正给扫地机器人带来障碍的呢 是两类东西 一类东西叫毛发 基本上扫地机器人没有不卷了一堆毛发的 对吧 这个迄今为止 我看甚至都没有人敢谈这事 扫地机其实毛发是最大的困扰 但是没人敢谈 说我这个没有毛发缠绕问题 对吧 第二个呢 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绕很多东西进去 包括一些线 比如说电脑 对吧 谁家电脑线插座经常都扔在地上 对吧 电脑搁桌上 所以电脑线有一部分会拖在地面上 这个机器人过去一定会到搅到里头去的 对吧 还有呢 就是尤其是这个 这个欧美的这个地面比较整洁 他甚至衣服都扔在地上 对吧 这个床单都扔在地上 这都很容易搅进去 这服装 袜子 对吧 很容易被搅进去 反正我们家 因为我还是这个 真的是这个重度用户 我买过好几个扫地机器人 对吧 然后还这两类问题都没解决 就没有一个能解决的 对吧 对 狗毛是痛点 其实人毛更是痛点 人的毛发 这个 这个 更是嘛 反正狗的毛发还相对软一点 人的毛发更硬更长 当然是亚洲人 这个欧美可能又不一样 反正不管谁的毛 都是痛点 这个痛点还没解决 这个痛点解决了的话呢 这个市场还有机会 对吧 当然还有另一类也没解决 我们说到服务闭环 就我上次讲的对吧 我本来是希望它自动化设置 比如说这个 每周三扫一回地 对吧 每周三晚上五点自动启动 当然我希望是半夜 因为尤其是扫地机人 如果是 不是靠这个视觉来指引的话 靠一些传感器来引导的话 理论上讲 半夜它也可以扫 对吧 那我就半夜我睡觉 它扫地正好 对吧 有去客厅 但是呢 问题是这个设置 经常是如果出点什么问题 就卡在那了 反正我们家扫地机 就现在就已经瘫痪在那了 就因为设置的问题搞不定 我们就已经换成是打扫卫生的 这个小事工来给我们家打扫了 对吧 因为人还是灵活处理上 比这个机器人强 所以扫地机器人如何能够更加的智能化 如何 这个 更加的 这个能够自动设置 远程设置 远程的故障诊断 远程的问题解决 都是要解决的 对吧 都是 还有很大市场 这个很大的这个 这个突破的机会的 但是毕竟呢 这是一个大市场 对吧 这个主意 这个市场很大 这个值得去做这事 对吧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 这个也是很大的市场 这个 就是这个减草机 就是减草机器人 就自动减草机器人 自动减草机器人呢 其实这个 已经有一些了 而且呢 这个推出时间都不长 就是说 你看这个市场是有的 2020年全球的减草机的销量 超过10亿美金 那市场还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个减草机器人 也就是这一两年才推出的 那这个减草机器人 虽然这两年已经推出了 而且呢 好像也蛮智能的 就是第一个呢 所以叫虚拟维栏 就是你在这个 这个地图上 直接标出来 画个线 这个范围 里面不要出去 这个因为以前这个画线呢 都是要用这个金属线 沿着你们家的这个草坪 画一刷 它就不出金属线 那这很累 对吧 你要去布线去 现在不用啊 这个虚拟维栏 就在这个地图上标出来就好了 这已经很进步了 包括地图 草坪中间和石头 你标出来 就不要弄石头就好了 这都很智能 对吧 但是啊 这个我要强调什么呢 就是必须要需求导向 尤其需求导向呢 和我们 因为我们很多理论注意 都值得深入琢磨的 对吧 我不是瞎谈的 尤其这个需求导向和什么结合呢 和叫服务规模化结合 所以在这需求导向 你要用服务去满足需求 对不对 服务是什么特点 服务是 这个各地方的服务需求 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是这个中国的服务需求 和美国服务需求不一样 比如中国的服务需求是什么呢 中国大多数人家没有草坪 所以你的减草的需求 经常是公共绿地的减草需求 公共绿地减草需求呢 这个减草机器人呢 可能能满足 但也可能不满足 为什么公共绿地一般比较大 也就意味着你减草机器人 你要充电 而且呢 你没有办法常设一个充电站 尤其公共绿地 如果你把减草机器人搁在那 明日就不知道被谁抱走了 对吧 所以你用减草机器人呢 就做不到 这是中国问题 美国好像行了 对吧 每家每户都有草坪 然后草坪又不大 对吧 然后也没人偷你们家减草机器人 是不是就能解决了呢 看似好像可以 又是电子月牢 对吧 但实际上呢 如果你在美国待过 你就知道呢 还是不行 为什么 这个我们同事在交流啊 他们听我讲都是比较感慨 为什么 因为你不待在美国 你就不知道这个区别在哪 问题在哪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草坪 都是私人家里的 对不对 好 私人家里草坪呢 都是希望有人在那玩的 对吧 这个小孩去那玩 小狗在那草地上跑 然后呢 另外呢 这个我在草坪呢 经常玩完了就回家了 这个中国人讲究一点 还换个鞋 美国人基本上不太讲究 不换鞋 就直接进屋了 好 那现在这个减草机器人呢 它实际上是有两种模式的 对吧 就是 不是就减草机 实际上有两种模式 但是换草机器人只有一种 什么模式呢 一种呢 就是抛洒型的 就是说 我把这个草捡完了以后 都切成碎末了 然后呢 就抛到草地上了 另一种呢 是收集型的 就后面跟着一大纸袋 那这个 我的换草的一个碎末呢 是装到纸袋里的 最后你把这口袋一扎 放到路边 人家这个运垃圾的 收垃圾就给运走了 对吧 所以换草机是这两种类型 然后我原来也不懂 因为我自己买了换草机 我在我们家这个草坪上试验 这个我才懂了 这个区别在哪 就是抛洒了以后呢 看似很爽 我不需要装袋啊 对吧 我不需要收集垃圾 收集垃圾还额外有活呢 对不对 我直接抛出去不就完了吗 但是呢 那个草的碎末会到处都是 也就是说 你在草坪上一走 你的鞋上全是草末 就会带到屋里 就会很不爽 对吧 狗也是在草地上一握 狗身上全是草末 就很不爽 所以美国家庭绝大多数人呢 是装袋式的 也就是说 那个草被割下来以后 是收集到口袋里的 然后这口袋 收满了一口袋 就打个包 放在路边上 等着这个垃圾车来运走 好 捡草机器人 中国做的捡草机器人 卖到海外的 没有一个是装袋型的 它装袋很难 因为你本来机器人动力就不大 对吧 大小就不大 你后面拖一个大纸口袋 包括你口袋怎么扎 又要人来解决 对不对 都是问题 所以它都是只有抛撒型的 但是你只要只是抛撒型的呢 大多数美国家庭就不会买 因为你把它草地弄脏了 对吧 所以你看没有 但你说能不能解决 不是完全不能解决 是能解决的 对吧 为什么能解决呢 这道理很简单嘛 你就后面弄一些这个口袋嘛 弄一些相对皮式的纸口袋 然后呢就你别弄太大 你这个机器人本来就不大 对吧 就是小袋 一小袋扎满了 看有什么办法 扎口 对吧 这个扎口的技术 你研究研究 缝啊 还是汗啊 无所谓 就把这个口袋就扔在那 最后呢 你扫完 这个整个草坪扫完 对吧 这个可能出了十个口袋 这个还需要人 这个机器干不了了 人手动把这十个口袋连起来 放到这个垃圾箱那 那是可以处理的 最起码这事是可行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都不知道 它的问题在哪 你就涉及产品 就认为我可以卖 那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中国很多时候 我们这是未来 就是说 因为这个 你规模化了以后 你一定要覆盖全球市场 对吧 那覆盖全球市场 那一定要本地需求 你要能够了解 所以如果不了解本地需求呢 你设计产品 看似好像技术很领先 看似好像性能也很强大 这就不行 对吧 我那天跟Tina建议来着 就是我们都可以自己开发那么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曾经在美国也看到卖了 中国其实很普遍了 日本也很普遍 就是自动扎袋的垃圾箱 对吧 就是一个自制篓垃圾箱 对吧 它也是个光控的 你在它上面一葫芦 它就把盖打开 你可以扔垃圾 也不用接 非接触是 然后呢 这个一袋如果满了 你长按那外面一个按钮 它就会把这个袋里面的东西 自动接扎 自动扎口 然后你把这个扎口的垃圾袋 封好的垃圾袋取出来 就满了嘛 取出来 它就自动布好下一个垃圾袋 这样呢 全是自动的 你下去再打开呢 直接就有东西 就可以往里扔了 听见很好 对吧 而且呢 尤其美国人特别懒 对吧 他特别喜欢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唯一问题呢 我相信这个最早这个设计的可能是日本来的 日本的家庭多局限呀 他很小 对吧 他就装不了多少 三五升 非常小 日本是没问题 第一 日本这个家里局限 第二 日本这个垃圾产生的不多 对吧 所以他就这个是够用的 中国呢 基本上呢 这个也生产这个的挺多的 我在这个美国这个亚马逊上看呢 好几个品牌 但是呢 估计背后的OEM就那几家 这个尺寸型号是一模一样的 长的都一模一样啊 这个外观都一模一样 只不过品牌不同啊 这位都是OEM 但是呢 太小了 欧美的特点什么 喜欢大 对吧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我我们家这个这个这个垃圾桶 都是叫这个 50厘生的 我还嫌小的 对吧 这个而且而且我是都 还没有这个欧美人更大 欧美人特别擅长 尤其美国人特别擅长产生大量垃圾 然后又特别喜欢用大的垃圾桶 他就喜欢大 因为他们家屋子也够大 所以这种时候呢 你要有大的东西 所以我就开玩笑说 我们这个谁来帮我联系 这个这个OEM厂商 就做自动垃圾 OEM厂商 我只有一个需求 你把你现在这个垃圾档 做到它的五倍大 我帮你在美国卖 肯定卖的好 对吧 所以我就跟贺老师 我们在讨论 我们要不要成立一个 这个创新地 我们叫创新地图公司 然后我们要这个成立一个 叫创新垃圾子公司 专门卖垃圾桶的 对吧 就是了解需求 对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做机器人 他乐趣也在这 就是你慢慢熟悉以后呢 机器人的各部分性能 能干什么 能做什么 你也都知道 但是这些性能 就跟这个积木一样 如何组装起来 去解决用户需求 这是最关键的 你这个积木组织的好 你这个用户需求满足好 这市场就起来了 对吧 但是如果没有组织好 那可能你性能 本来挺领先的 你也卖不出去 对吧 所以这个是 挺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就是减草机是这样 这个垃圾桶也是这样 对吧 那这个包括Tina的主意 就是说 这个垃圾桶 因为现在也有人工智能 对吧 这垃圾也可以用人工智能 只不过你这芯片处理能力差 你这个能分辨的词比较少 对吧 但分辨的词少 它也是智能的 对吧 这个比如我们家 我买的是美国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 这个高端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垃圾桶品牌 我记得叫 叫Simple Human 就是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呢 它就 相对最高端的品牌 就是声控 你说OpenCan 就是打开盖子 它就会自动打开 然后就可以往里扔东西 所以它只识别一个词 叫OpenCan 但是呢 我女儿的同学到我们家来 最大的乐趣就经常围着那个垃圾 喊OpenCan 对吧 就是大家觉得 你看它还能一喊这个打开 好像很聪明的样子 对吧 所以这个它也有需求 对吧 只不过呢 就是说 这个 你要让它 就是因为它只能分辨那么多 对吧 如果是技术人员 就会觉得很low 很低的 但其实呢 如果老百姓 就会觉得很好玩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所以这个Tina的建议呢 就是说 你甚至弄三个分类垃圾 一个是厨余垃圾 一个是这个环保垃圾 一个是这个不可服用的 这个垃圾 三个垃圾袋 放在一起 然后你喊不同的词 喊厨余垃圾 厨余垃圾就开盖 喊这个环保垃圾 环保垃圾就开盖 对吧 然后都不用很大 小小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做成三个垃圾的套装 都是智能的分别开盖 根据你的命令 分别开盖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适合什么呢 就是特别适合在 尤其美国做圣诞节礼物 如果你能做到这个垃圾桶 也不用很大嘛 如果能做到200美元以下 然后又有这么的智能性 我相信有大量的这个美国家长 会买来做这个孩子圣诞节礼物 因为培养孩子分类扔垃圾的 这个习惯嘛 对吧 就又有实用功能 又显得有科技性很强 又有玩具性 就会非常非常火 所以简单说 这个我们 这个如果真懂用户需求 你会发现呢 这个产品设计也没有那么难 当然呢 我们还要强调另一步呢 这个设计也是 不能空口说白话 你要去实现的 所以我们最近也在讨论 这个我们穿越地图 是不是要参与实现 这个当然我自己在参与实现 已经在做了 我们要参与这个智能手表的实现 但是这个 这个不光智能手表 各种的小的智能工具 我们可能都要参与 怎么能让它实现起来 这个是非常有乐趣的 而且我希望咱们 咱们这个创业力图 咱们这个特训营的这个同学们 一起来参与 这个有资源出资源 有思想出思想 我们变成整个特训营 变成一个能够推动 这个更多创新应用落地 创新产品产生 创新服务产生的 怎么样一个就不是这个只是理论 而是能够一个实践的基地 这就更有意思了 那然后呢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家用机器人 一个巨大的市场 就是扫血机 就是这个自动铲血机器人 这个自动铲血机器人呢 我们只搜到了一个 叫这个汉阳科技 计划在2022年上市的 因为美国传统扫血设备 每年能够销200万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反正至少我们 美国尤其是这个 偏北部的地方 经常下雪 然后呢 这个一下雪呢 我们就要去出去扫血去 为什么呢 因为下雪完了以后 如果你没有扫血 然后呢 造成有行人在你们家门口摔伤 你要负责任的 当然我们家还好 我们家是一个死胡同的头 所以行人很少逛到我们家门口 我们家很清静 但是呢 很多人是社区 对吧 就是都路边上 人家行人在你这路边上摔倒了 就你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 基本上美国这个很常见 就一下完雪以后 家家户户 就只要雪一停 就拿着这个扫血工具就出去了 拿铲血工具就出去了 但是呢 这个铲血这活真的很累 我干过几回 基本上这个 这个真的是个重体力活 所以呢 当然最好机器人来干 而且呢 机器人如果你在划定区域 就这区域 这个扫血 甚至你这外面布个单独的传感器 这个雪下到什么地步 就要开始出动去扫 因为不用 不用这个雪下完了再扫 就持续扫呗 一直到雪停为止嘛 对吧 就要保证它的这个 这个路面的这个干净 是靠谱的 所以这个 而且这个市场巨大 因为一旦责任的事 这是必须要解决 但是这解决靠人去解决 当然就太累了 对吧 所以这个扫血机 自动扫血机 其实这市场是巨大的 这个只有一家做这事 而且呢 这家也刚上市 至少这个从形状上看呢 也没觉得有多么的牛 所以还是有空间 然后当然另一个呢 就是各个行业的机器人 比如说农业机器人 农业的这个 我们上次也讲过 这个就是这个 用这个农业机械来 这个杀灭各种 这个有害植物的 对吧 其实这个John Deere 这个他也做这事 美国最大的农机公司 他也做农机的自动化 然后呢 这个当然还有这个 所谓叫 这个不管是大疆 还是这个集飞 做这个 所谓叫农业质保 就喷农药 对吧 这些都有 然后呢 这个也确实有市场 那还有另一类呢 就是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 主要就是以机器币 这个四大家族嘛 这个Fanaco ABB 这个安川 库卡 然后这个 还有另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我觉得 是一个挺好的例子 就是南京的一公司 他能够收购很多 这个别人的机器人 然后进入到这个领域 尤其是行业 尤其是 这个市场 不是特别大的 行业机器人的领域呢 你收购呢 还是别人 还是会接受的 就是如果 2C的东西呢 你收购呢 有时候 这个影响比较大 动作比较大 那2B的东西呢 你背后去悄悄的收购呢 这个还是 还是有可能的 那我听 我看这有同学说 这个集费 刚刚撤回了 上市申请 这个就是 我不好评价的东西 就是因为 中国这个 上市申请的撤回 到底是企业不好呢 还是 其他原因呢 这不好说 对吧 这个 我记得 比如像这个 和赛 都是非常好的企业 他撤回上市申请 说好像有什么 叫什么第三类股东啊 什么这 对吧 就是他都是以这个 都是非新颖因素 造成不能上市 这个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是 确实很遗憾 因为他 他都阻挠了创新嘛 就你创新者 要面面俱到 要没毛病 你才能成功 那创新者的特点 就是有毛病嘛 对吧 他就不是普通人嘛 对吧 就普通人擅长的事 他不会的 他会的事 普通人不会 对吧 所以对 对创新企业 当然要更包容一点 他只要不是财务造假 对吧 只要不是恶行犯罪 我觉得都应该接受 但是中国没办法 所以这个我就不评价了 好吧 然后还有另一类特殊用途 特殊用途机器人 也没法多说 就是战斗 比如说军事机器人 其实因为军事领域 是最愿意用先进科技的 这个我记得 我原来也推荐过一本书 这个还是值得读的 叫战争改变历史 叫1500年以来的战争技术 还是叫什么 名字可能有点小偏差 我到时候搜索确认了 再告诉大家 那本书非常非常值得读 就是从1500年以来 先进的战争技术 是怎么运用到战场去的 然后改变了 整个战争的格局的 基本上是我们说 技术和社会相互协同演化的 一个小缩影 因为这个在人类历史 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战争技术 都是技术的主要方面 因为社会竞争的主要方面 是获取资源和控制资源 都是用战争方式来实现的 所以战争技术就非常非常关键 这个第三类股东 什么意思 说实话我也不懂 所以你上网查有这个解释 所以你只能上网查 这个让我也觉得 非常的confusing 这个搞不懂 这个为什么就不让人上市了 所以简单说 就是说中国的监管 尤其这个金融监管机构 是不是也应该有 这个更好的知识创新的意识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对 这个书的名字是对的 战争改变历史 1500年以来的军事技术 战争与历史进程 非常值得读 这个就因为简单说 因为事关生死 所以军事是最舍得下本钱 引入最先进科技的 这个包括这个著名的DAPA 我推崇的不得了的 这个叫先进研究计划局 注意哈 它是实际上是美国国防部下面的 它是这个为军事服务的 所以就不详细说了 这个因为大家自己去读就好了 我们在PPT建议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我们还是花了精力好好去准备的 这个各种的这个军事技术 我不展开讲 然后特殊用途 救援 这个包括灭火消防等等等等 都很多 主要是呢 你主要是找到某一类 这就关键事就还是一样 就是你替代的是什么类 或者你增强的是什么类 比如说灭火 我增强是什么类 就是因为它太危险的时候呢 这个消防员可能牺牲 就是我们现在在和平年代 这个但是呢 消防员依然会经常有牺牲 这是很不幸的一个事 因为火其实是太恐怖了 这种时候你宁肯让一个机器人去 你别让人去 因为人会有危险 对吧 特殊用途就有危险的事 你让这个机器人干 包括说 就是这个叫日本那个 叫辅导核电站泄漏 你用人去关闭那个罚门 那最后那个 这个抽中的那个消防队 全军覆没 对吧 但是你要用机器去关闭就好了 但是当年 其实也没多少年 对吧 十几年的历史 当年呢 这个还真没这技术 就是就这十几年 现在如果再有 像辅导核电站泄漏那样的事呢 应该就是机器人进去了 就不是人进去了 但是当年就十几年前 真的就是人进去 最后 这个我当时看了以后 真的是差点掉眼泪 因为 他没办法 就是日本的各地的救援队 来 各地的这个消防队来抽签 谁抽中了 谁就去负责救援去 因为谁都知道 这抽中了 这救援那个队就会死掉 因为辐射太强了 然后最后 那总有一个队抽中 几十个队抽 总有一个队抽中 抽中的那个队长 就上来抽中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向他队员 全体队员鞠躬 我对不起你们 因为你们死定了 后来也死定了 所以很悲壮 未来那肯定是用机器人来干这事 机器人不怕辐射 对吧 所以特殊用途 一定是有市场 包括说 这个尤其大型机械 中国比较擅长 这中车特别 包括这个网上有视频 大家可以看 搭桥造桥 剑桥的这个机器 就是这个铁路桥的铺设 桥蹲的先竖起来 然后一段一段的桥梁 整个那个混凝土的那个桥梁 一段一段的 都是用这个剑桥机械 给运过去运过去运过去 就直接一个桥很快就打起来 跟搭积木一样 就非常发达 中国的大型机也非常发达 这个深海挖掘机器人 它就和那个区别在哪 那个是可以人来操作的 对吧 但是深海挖掘的不能人操作 所以叫机器人 叫自主来做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 你找到一个用途 对吧 它有需求 你就可以去满足它 当然我们说 因为刚才讲 就是很多的需求 其实还不能做到被完全满足 所以怎么办 就一类叫做集成商 就我把你的设备 很多的机器币 很多的机器人的能力 集成起来 然后我能形成一个能力 比如说形成一个流水线 生产什么产品 对吧 所以比如说物流系统的 集成商 就我要有这些底盘 但我还有整个的物流的规划能力 把它整合起来 如何去协同 货架怎么去处理 对吧 货物怎么去运输 就物流的集成商 然后呢 当然还有另一个呢 就是工业机器人的集成商 就是生产的集成商 对吧 这都是这个挺多的 那当然呢 我不给大家详细展开讲呢 这个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呢 就是说所有这些集成商呢 都是以行业划分的 也就是说 你为电子产品做的生产的集成商 你就不能为汽车做 因为汽车的流水线和电子产品流水线 完全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 它是行业特异的 虽然集成商看起来是一大类 但是相互不竞争 是行业特异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一旦你坐进去 在这行业里 做了一段时间呢 基本上呢 别人也很难跟你竞争 因为你已经有了行业经验 就是说 我是一个新手 我要从零去颠覆一个传统的 这个这行业里集成商也很难 也就是说呢 它是一堆小市场 每个小市场里可能有一两家 三四家 但是这一两家三三家呢 可以保持稳定 它要爆炸性增长也不会 但是它会保持稳定 它也能活得下去 这是集成商的特点 就是和前面一样 就我们讲的土币都是一堆的这个小市场 当然所谓小 有时候也未必小 这个几十亿美金算不算小 对吧 但是呢 总之不是百亿千亿美金的 那么个大市场 对吧 就总是变不成特斯拉 对吧 那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配套 这个配套的呢 我们说呢 这个主要是就是所谓叫这个减速器和机器币 是比较重要的配套 那减速器呢 这个因为就是你对于控制这个力度 要靠减速器 对吧 拎得起来多沉的东西要靠减速器 那基本上就是两种 一种呢 就是这个所谓叫做这个 挡住了 叫这个斜波减速器 就是它呢 特点呢 就是它这个更不精密一点 更简单一点 RV减速器呢 更精密一点 但是这两个简单 注意 如果算是有一点的控制力的话呢 这减速器是一个机器人产业里面 还有点控制力的一个小环节 这两个减速器呢 都是日本生产 日本生产的减速器呢 占世界的7% 就这两家加在一起 就占了世界的这个减速器生产的7% 就中国生产机器币呢 也都要买日本的减速器 这是一个要 这个我们要小心 还有一个有一个壁垒在 但是中国也在搞进口替代 这个国产替代 就河北智坤和这个北宫大合作研发的这个 叫RV减速器 这个 当然呢 这个理论上讲的这个河北智坤呢 就要看河北在哪 如果离北京太远呢 估计就不一定搞得起来 如果就在北京边上呢 就只不过是 这个 还是北京主力利用河北政策 估计这事比较靠谱 因为总的来说好像河北不是个工业机器人大省 但是呢 这个某些领域的 我总的来说我不支持国产替代 因为国产替代 就是尤其如果是一个开放环境之下呢 你刚替代人家人下一代技术就来了 对吧 你总是追着人屁股后面跑 就是说这个弯道超车才有机会 跟着人屁股后面跑 跟踪超越 其实很难 但是呢 这个机器人的国产替代呢 有可能 因为机器人可能会被控制 就是人家这个先进技术可能会封锁你 就某些领域国产替代是有可能的 对吧 因为有卡脖子问题 所以在这个机器人减速器这领域的国产替代呢 还是可以搞的 然后呢 这个另一个就是这个离线编程和仿真 也有一堆公司 这个中国也有 这也是配套的一堆企业 然后包括另外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趋势 这个过去呢 是离线的编程 就是软件 我给你安一套软件 那现在都已编成是云服务了 就云上的仿真和人工智能训练 那理论上讲呢 这个离线的那些呢 还有翻盘的机会 就是说我能够迅速的把自己的业务搬上云 还有机会 但是呢 实践上 实践当中呢 往往是有新思想的这个云原生的玩家 把老子替代掉了 所以你看这个 一个是亚马逊在做这个云上的仿真 另一个是这个NVIDIA 做这个云上的仿真 尤其是我们讲这个 我们对NVIDIA还是很看好的 就在这 就是因为这个 他在这些上的布局 就是他从这个 这个云计算 布局到了自动驾驶 布局到了整个的机器人训练 甚至将来还会扩展 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叫 数字乱生 也一系列布局下去 再对接到最后是 所谓叫 数字乱生 我觉得理论上讲 就是所谓2B的元宇宙 对吧 就是到这个元宇宙 一定是三维数据嘛 对吧 所以 他的布局 前瞻性布局 做的非常非常好 这个理论上讲 别人想要去抄他 就不容易 这个 那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一堆小行业机会 所以这个 你会看到说 我们说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一样 就是每个小行业 都可以有一个机会 互相不冲突 你只要锁定一个小行业 你就可以做 但是我们为什么 把这些小行业机会 列出来呢 你就要思考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 如果你也想进入这行业 就要小心 因为已经有人做 有人做了 人家比你先发 你就 不容易超越 对吧 而这堆已经做了的企业呢 理论上讲呢 这活的概率很大 虽然不一定是巨大 但是活下来 这个 还不错的 这个概率很大 因为已经有先发优势了 那除非是 你找到了一个特别明确的痛点 特别明确的问题 你把它解决了 就刚才讲的 对吧 这个扫地基的毛发缠绕问题 你解决了 那你还有翻盘的机会 所以 这是 但是呢 为什么要列出来呢 至少这是已经有了的 low high influence 就已经有了的机器人市场 对吧 当然呢 理论上讲还要延伸 后面还有哪些是下一个 可能有的机器人市场 我们后面还会稍微做点介绍 当然也取得取决大家想象力 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别人还没做的市场 你去做 你做完以后 可能我们下一讲 以后再讲机器人就把你放进去了 说这个领域你是先行者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说创业 一定要做先行者 但做先行者最大的障碍在哪呢 就这行业里没有 这领域里没有 对吧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很幸运呢 就毕竟我们不是在 所谓叫做 这个科技 尤其是数字科技的 这个导入期 如果在导入期 这事都没人做过 你得自己摸出经验来 就格外难 但是我们现在叫展开期 展开期什么意思呢 就这事已经有人做过了 但是只是 不是在这个领域 在别的领域做的 你能够把它放到你的领域去 就相对容易很多 因为其他领域的很多经验 还是可以借鉴的 但是你依然要做那个吃螃蟹的人 至少你的领域 你都不是最早做的 你成功的几率不大 对吧 所以就我们讲 这个还是不容易的 对吧 因为你最起码要冒这个决策风险 对吧 因为没干过 然后你希望说 这事我这个有人干过了 那你再去做 那你凭什么成功呢 对吧 这个就不容易了 所以那些呢 是一堆小行业 已经被占过的小行业 这个参考 然后你看还有哪些行业 还没有人想到的 我们可以交流 你可以觉得哪些行业可能能成 这个还没人想 你可以列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说这行业有没有可能用机器人来覆盖它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但是呢 也有一些是大的 大的是什么的 就和自动驾驶结合的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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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驾驶的车 这个 运人的 那肯定是个大市场 不管Robot Taxi 还是这个 货运卡车 运货 不带人的 也会是个大市场 那现在都属于测试阶段 但是呢 未来一定会有赢家 而且会有大赢家 尤其是呢 我们说这个 最有意思的是 这个东西叫Robot Mart 就叫全球的第一辆 自动驾驶便利店 以前呢 是我去商店买东西 未来有自动驾驶呢 是商店跑到你面前来 卖给你东西 对吧 我有什么购买需求 商店来找我 对吧 如果甚至说呢 你的购买需求呢 还能和这个 室内服务机器人接驳 这个就是 自动驾驶便利店和 这个室内机器人 送货机器人接驳 意味着什么 我都不用出屋 对吧 就是这个我想买什么 这个 这个便利店就驶过来了 然后呢 我有一个室内机器人 跟他一对接 我想买东西 吐到这个室内机器人那 就送到我们家门口了 对吧 甚至呢 这个 你将来的这个 屋门 也有一个接驳的系统 送到家门口呢 他不用敲你门来 他把这产品 放到一个 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储物箱里 在你门上 有个储物箱 放进去以后呢 你都不用开门 从里面就可以取走 对吧 这变成一个完整流程 对未来 所以未来还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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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期待的 那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无人机递送 无人机递送 我们之前介绍过 就是 这个沃尔玛 已经启动了 40多个 沃尔玛的店 已经开始 无人机递送服务 一次收5美金 就可以 你买东西 他就无人机给你送 号称覆盖了500多万家庭 那理论上讲呢 我觉得尤其在一些 尤其在这个美国这样呢 就是很多人住在郊外 这样呢 这个无人机递送呢 可能是个好方案 因为 他可以从空中直接送达 都不需要绕道 这个 而且呢 这个 如果居住的相对稀疏呢 你用一个大货车去送呢 反倒 这个成本高了 而且赚 无人机直接送过去 反倒可能是一个 低成本方案 所以 值得观察 至少呢 我们看这个 这个领域的先行者呢 是这个谷歌的 这个叫Win无人机 他在 他号称 我现在还在进一步 在了解 就他号称在美国 芬兰 澳大利亚三个国家 完成了25万次的送货 但他的这个模式呢 他不是沃尔玛这种 就是我在沃尔玛买的东西 我就送 他的模式呢 是这个 很多商家可以 在他那张注册 你要买商家东西呢 他就给你送过去 也是直接送达 这个 当然顺便说呢 就是你看看他的飞机 用的很有意思 它是什么呢 叫多悬翼 同时带固定翼 注意 就是你看他上面 有很多悬翼 然后你看固定翼呢 你会觉得他是 这个要有跑道的 对吧 但实际上不是 他有上面有很多的悬翼 他是可以垂直起降 就是他可以垂直起飞 但是又靠这个机翼的生力呢 又可以实现更远的 这个飞行距离 这个设计呢 也是从硅谷出来的 因为谷歌 我记得好像也是 靠这个一开始是 好像是收购的 这个无人机公司 就这种设计的 无人机公司 来继续在做 他的无人机的 这个技术 业务的开发的 就是这当时是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设计 就是因为是电动 然后呢 这个电机驱动的效率极高 所以就没有必要做 这个像 因为如果是油的话呢 你这个发动机呢 你就只能做几个 而且很笨重 对吧 这个两个三个 最多四个 对吧 就到头了 但是呢 电动机呢 你可以做好多个 所以你可以机身上 布满了这个螺旋桨 所以 他才出了这样的设计 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 电动化时代的产物 当然还有中国的无人机递送 简单说呢 中国无人机递送呢 都还是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美国做的好 因为什么呢 都还是在实际水平上 就是我还是研究 怎么把这货送出去的 但是你像这个 美国的沃尔玛的 无人机递送呢 就是他这个 好像是我记得是43家店 有两家店选的是 另外两个是 一个是ZipLine 一个是这个Flytrax 有41家店都交给 就叫ZoneUp来运营 这ZoneUp这个公司 为什么交给他运营呢 就是他已经成立一整套方案 就是说 他有这个物流管理系统 和沃尔玛的物流管理 是接驳的 然后呢 他有无人机管理系统 因为如果你多个无人机 要这个起降调度 你要有无人机调度系统 然后呢 他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数字地图 和地图上的追踪 就是你在地图上 有哪些无人机 都分布在什么地方 对吧 我要我要实时监控 然后我才知道 让谁去送什么货 是最好的 对吧 所以他是几个系统 能够第一是 他整合起来以后呢 他就整个的 无人机的递送呢 他的核心就不再是一个 单无人机 能实现一次递送的问题 而是那么多个无人机 实现大量包裹递送的时候 能够管理出来 不出问题 对吧 还有呢 能够和沃尔玛这个 本身这个系统 能接驳的问题 对吧 那就是坦白讲 就离商用化就进了一大步了 如果你还是解决单无人机 如何送的问题 那其实离商用化还远得很 对吧 那所以中国坦白讲 我觉得还是一个演示阶段 Demo 看起来很好看 但是离实用还远 当然也有实际问题 就是说中国主要都住城里 城里的无人机递送 实现就非常难 因为撑死送到你们家楼下 那箱子那 对吧 那个意义不大 无人机递送到每家每户 这个在美国实现就很容易 包括甚至有人已经开发了 专门为无人机递送提供的 收获的一个系统 就是无人机停在上面 那个收获那个货柜 上面会打开 让你东西可以直接放进去 然后上面会锁死 那只有这个收获的这家人 才能打开这个货箱 这个货柜 别人打不开的 就已经有人开发了 只不过太贵 就这个无人机货柜 卖上千美元的这个成本 但是 你一个邮箱才多少钱 对吧 而且这个美国很多草坪 你稍微住在郊外一点 就没有人会偷你们家的邮件 住在城里 尤其不好的区呢 门口邮件经常也会丢失 那是要小心的 就要有一个保密货柜 但是如果在郊外呢 没人去偷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 这个递送邮件 递送东西呢 就直接搁到你们家门口 草坪那就好了 那你用这就用不上 但是至少呢 已经有人开发这东西了 叫 John Deck John Deck 就是专门给无人机 做的无人机的 接收系统 对吧 所以已经开始在配套了 那所以这是一大类 就是基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的这个无人送货系统 对吧 那另一大类呢 就是这个智能客服 智能客服呢 当然呢 我这哥哥优弊选呢 坦白讲啊 纯是私心 就纯是摆设啊 因为优弊选并不比这个PIPPER牛多少 对吧 这个都是没市场的 真正其实需要的客户接待呢 需要是两个能力 一个能力呢 就是智能的语音语意互动 你要能跟人聊天 这个能力呢 其实不是机器人的能力 这是人工智能在这个后台提供的能力 就是你可以机器人把它整合进去就好了 那第二个能力呢 是现在基本上只有Hanson才有的 就是这个不光长得像人 而且能做出各种人的表情 而且能和人的表情呼应 就他的技术 他自称叫Emotion Mirror 叫这个情绪镜像 但是Emotion Mirror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Sincere Brazil Sincere Brazil 他们研究的话题 就是如何识别情绪 所以叫Effective Computing 就是计算你的情感 看你脸 给一张照片 然后给一个视频 我就能分析出来 你是高兴啊 还是悲伤啊 还是恐怖啊 恐惧啊 还是什么 对吧 这个叫情感计算 计算完了以后呢 出了结果 那我就用 就我看你的结果 我也做出同样的表情 这个就跟你就一致了 这个呢 在心理学上呢 就叫做共情 就是你有这情绪 我有这情绪 所以机器人一旦做到共情呢 你就会产生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机器人 跟我是能够沟通的 他肯定是有智力的 对吧 所以这个 让你觉得机器人是有感情 是有智力的 其实没那么难 这是有办法来做到的 那但是这很重要 就是没有人愿意跟冷冰冰的机器说话 你愿意跟人说话 就虽然你知道他不是人 但你会对他产生感情 attachment 对吧 你会有这种附着感 依附感 原因就是你能跟他共情 所以共情是让你产生 这个跟他的这个互相认同 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 所以这个虽然 这个著名的这个大牛 叫这个Yan La Kun 曾经批评过 说Hanson根本就不是人工智能 但是呢 我要说呢 这个Hanson确实 他这个语音与异互动 那人工智能不是Hanson搞的 对吧 所以和Hanson也没啥关系 但是呢 这个情感化计算 他也 严格说也不叫人工智能 但是他是机器人 这个包括这个机器人和人的交互 最重要的环节 就你如果没有这个 你的语音与异互动做的再好 人家不欢迎你 我不愿意跟你说话 对吧 那就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说 我这个表情互动做的特别好的话呢 我就会愿意跟你说话 对吧 然后有个问题说 北京无人机都禁飞 没法搞 对 这是不光是这个无人机禁飞 包括国内这个禁飞区都太多 就是这个 美国的特点的是 除了少数地区不让飞 就是禁飞区以外 其他不标的地方都让飞 中国是除了某些航线开放 其他不标的地方都不让飞 所以这个是反过来的 这个慢慢来嘛 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开放 就很多地方已经开放了 我觉得假以时日 我们说越来越开放 当然这个能不能熬到那天 看你的解决方案了 然后这个另一个人问说 2023年CES展会不会组织线下参加 还不知道 我其实也挺想去的 但是我担心线下规模是不是不够大 而且呢 这个那么多人呢 会不会还是有感染风险 所以现在呢 还说实话 还没有计划到那一步 如果我们计划到了 会参加的话呢 我会跟大家提前通报的 然后呢 这一类我觉得特别大 然后呢 当然还有另一种呢 就是整合的这个客户服务系统 这已经有人在做这事了 就把客服的各个环节呢 给它整合起来 因为到最后还是一样 就你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服务闭环 这个客户服务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服务闭环 然后能够让客户满意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有这个集成能力的 就通过集成能力能实现这个完整的服务闭环 然后当然客服系统就已经很多了 市场规模 这个Francali的预测 说这个20年就已经30亿了 25年到100多亿 当然这个客服呢 就很多是智能客服 这个它不需要有实体的东西 就是云与互动就在云端线上就完成了 这个 但是呢 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智能客服越来完善的时候 你这个智能客服这个界面 到底只是打电话呢 还是能不能在线下让这个智能客服的这个语音语意从Sofia的嘴里说出来 然后跟你还能实现情绪互动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情绪互动一定是包括线下的互动 一定是未来智能客服里面一个增长的最快的一个小分支 这个机会是非常大 那这个所以我们认为哈 这个未来最大的空间在这两个 当然可能你还会有争议 我们可以讨论 我认为最大空间两个 就是一个是客服 一个是这个货运 那最后呢 要说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 很多技术前沿 那个技术前沿呢 可能叫适合远方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做机器人呢 又要脚踏实地 因为太远的东西呢 它可能好长时间解决不了 实现不了 没意义 对吧 那这个技术前沿呢 就是这个适合远方呢 就是比如像这个谷歌 他做了一个 他叫这个everyday robots 他做一个这个训练模块 用这个叫大型语言训练模块 然后呢 这个对对人的指令 然后对复杂环境形成理解 对吧 就是比如说 这个你帮我从抽屉里把剪刀拿出来 对吧 这是我们常见的一句话 如果说你是跟一个人说 这个人就很迅速地执行了 但是你是跟一个机器人说 对吧 他就要思考很多事 这个是哪个抽屉有剪刀 对吧 你指的是哪个抽屉 对吧 是拿出来以后把它放哪 对吧 他都要去拆解吧 任务拆解 通过对复杂环境的理解 复杂环境和你这个 对你语境的理解 和你这个语意的理解 结合到一起 然后把它处理成 拆解成一系列的任务 最后是找到这个抽屉 拉开抽屉 把这个剪刀拿出来 放到这个位置上 最后完成任务 这是一个更系统的一个训练 这是这个谷歌已经在做的 那这个训练慢慢普及了以后 那机器人的智能程度 会大幅度提升 尤其在家用机器人上 智能程度会大幅度提升 那还有这个未来呢 这个更前沿的东西 一个呢就是自组织 自组装的机器人 对吧 这个说白了 就是说这个真要成生命体 人工智能要成生命体 他要完成一个任务 叫可繁殖 对吧 那这个我们的人 是包括动物 都是生命体 动物比机器要高明很多 因为它可繁殖 我繁殖一个下一代 跟自己差不多 基本上 对吧 可能有微小便移 那基本差不多 但是机器人呢 基本都不可繁殖 所以就一直有个认为 就是什么机器人 能够复制自己 对吧 但是复制自己呢 有点难 有点远 先最起码能够组装自己 所以就一步一步来 能够组装自己的机器人 就已经高明很多了 未来一定会变成 可复制自己的机器人 但一旦可复制自己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 视同于生命 所以这个简单说 今天还不是生命3.0 还没出现 这个 但是未来会出现 那另一个呢 就是叫柔性机器人 我这个图片用的呢 是类似这个 我们这个 Soft Robotics 这个柔性 它的公司叫 柔性机器人的这个图 就是柔性机器手的图 但实际上呢 Soft Robotics 还是另一个 一类机器人的名称 就叫软体机器人 对吧 或者我们改个名 可能就容易区分了 柔性机器手 是一个 Soft Robotics 是一个公司名 然后呢 这个作为机器人的一类 柔性软体机器人 是一大类 这个软体机器人的研究 非常多 这个 然后我们都列出来了 包括刚才那个 其实也都列出来 各个有哪些学校在搞 对吧 就很多是非常顶尖的学校在搞 这个 那学校在搞的呢 基本都是更前沿的领域 因为我们 如果复习一下 你还记得 对吧 科研都是高校来解决的 然后科研到一定水平以后 有了研究成果出来以后呢 做学术转化 学术转化成产品 做做研发 研发是由小企业来主导的 然后呢 量产和市场 是逐渐扩大规模 逐渐上市融资来实现 所以后三步呢 是企业行为 第一步呢 是学术高校行为 所以从高校 基本上能够知道 未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技术前沿都有哪些 因为它是最早的 所以 我们说 高校正在研究这些领域 就说明这些领域离产业还早 但是呢 它是相对比较远的 适合远方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自主的机器人集群 就是不光是一个机器人 是一群机器人 那我上次其实介绍过 这个 一个著名的机器人集群项目 就是 这个发到这个未来的 这个 比如说这个 土V2 这个 这个土星卫星 或者木星卫星 那里面都是海洋 这个 你要放一群 机器人到它那个水底下 去探险去 对吧 而且这个机器人互相之间要能通讯 这个 这些都是在研究的这个 课题 那另外呢 就是不是机器人 但是很相关 就是微星传感器 因为将来很多小机器人 要带着微星传感器 还有那么多公司 包括企业 包括这个高校 也都在研究 这些呢 我们说是 这个 叫 适合远方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适合远方呢 有时候太远了 如果十年都不能实现 因为基本上我们给你列的高校这东西呢 它大概十年之后能上市就不错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讲过 从科研成果转化到产品上市 要有八到十年的时间 这个非常漫长 那你等不了 对吧 你这个十年之后 你的公司才有产品上市 这个黄瓜菜都凉了 那所以我们就要看的更短一点 但是呢 不能短到眼前的苟且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是 这个这事就已经有人干了 眼前苟且就是你抄袭人家 对吧 连创意都不需要考虑 有人干了 那你就没有创业机会了 这个我们还是这道理 就跟踪者是很难 这个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 那是很难这个后发先制 很难胜出超越这个 这个先发者的 因为先发优势还是明显 对吧 跟踪者的机会不大 而且话说回来 也也没意思 那成就也不大 对吧 这个自豪感也不足 你抄袭人家 对吧 所以呢 就要选择一下 叫什么呢 就既不做适合远方 也不做眼前的苟且 做什么呢 做可以看见的下一个成功者 那怎么能可以看见呢 我们说这里面最典型的启示 就是DAPA 前面讲过 他是军方背景 但实际上呢 他是很广泛的看各个前沿科技领域 但是他解决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前沿科技领域能突破 但是还没突破 然后他用挑战赛的方式 叫challenge 就是我每回设奖金 用挑战赛的方式 请大家一起参与 赢的呢 就能够这个获得奖金 这样的话呢 就有很多人愿意参与 用这种方式呢 能够使得技术进步呢 能够加速 技术进步加速 就是这个伸手够不着 但是跳起来就能够着 我用技术进步加速 让你能跳起来 最后就能把这个目标实现 他是这么个目的 所以DAPA的挑战赛 注意哈 是一个重要指标 一旦他设了挑战赛了 你就知道可能这个领域 十年之内 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我们知道说 今天人工制 这个自动驾驶 已经是个重大的市场了 对吧 那什么时候 这个DAPA开始做挑战赛的呢 2004年 2004年 他做的DAPA挑战赛呢 就是我们这个图上的背景 他是在亚利桑那沙漠里做的 这个160公里 就是100英里的 这个A和B两个点之间 中间是没有路的 也就是沙漠 自己开车跑 完全是这个自动驾驶 这个DAPA挑战赛 2004年 第一年出来呢 这个100多个队 没有一个队做到 就他顺便说一下呢 他这个挑战赛特点 什么DAPA的特点是 设立挑战赛 对吧 设了目标 如果你实现了 这个挑战结束 就是他不是每年办 然后看你这个谁实现的好 他不比这个 就比能不能有人实现 有人实现 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攻克了 难题已经攻克了 对吧 就结束 没人实现呢 明年再办 对吧 一直办到有人能实现为止 对吧 所以第一年 2004年办了 没人实现 对吧 然后呢 第二年接着办 这个2005年办了第二届 办完了以后呢 就有人实现了 就是这个历史上第一次 有五辆无人驾驶汽车 都从这个 完成了这个160公里 这个挑战 其中呢 斯坦佛这个团队呢 获得了冠军 注意哈 这斯坦佛团队 这个冠军是什么呢 注意看这个人 叫Sebastian Strong Sebastian Strong 是一个人工 自动驾驶领域的 巨大的大牛 基本上后面 很多 这些自动驾驶的贡献 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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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做到的 对吧 就是 好像他在这个谷歌干过 这个 因为谷歌自动驾驶 一直很领先 他后来在Uber干过 基本上就是 你看他动态 你知道谁领先 对吧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说 DAPA的参与者 构成了 这个美国 自动驾驶领域的 牛人殿堂 对吧 今天的牛人 当年好多都是 DAPA的这个 挑战赛参与者 然后到第三年 按理说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04年做完 05年做完 这就结束了 对不对 然后07年 其实理论上讲 不应该叫第三届 是换了一个挑战赛 它叫Uber Challenge Uber Challenge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在城市 就是城市自动驾驶 挑战赛 前两届是越野赛 对吧 第三届是城市 所以因为前两届 越野赛呢 越野赛第二届 已经有人完成了 就结束了 所以呢 又出了一个新的挑战赛 叫城市挑战赛 你看城市挑战赛 就更重要了 对不对 就今天自动驾驶 不就是城市挑战赛 结果吗 2007年到今天 15年时间 对吧 就基本上 已经是在商用阶段 对吧 就已经开始市商用了 你就看 DAPA是不是 这个很有前沿性 很有启发性 对吧 那包括说呢 这一届呢 这个冠军队呢 就是这个卡乃基美龙 卡乃基美龙是得了第一 那就是这辆车 然后呢 这辆车呢 后来就放在 卡乃基美龙的这个 他有一个 这个机器人中心里面 我们有一年 赫朗 我们一起 有一年 这个组织 这个到美国访学 参观卡乃基美龙 他们的这个教授 华人教授 夏教授 就给我们 这个 介绍 能够去拜访 这个机器人中心 然后呢 可以实际的坐到 这车里坐一坐 我们那个团队的人 每个人都到 这个车里坐了一下 就是这辆车 但是呢 这个当时 有一个遗憾的 就是现场不许拍照 所以这个 没有照片留下来 对吧 所以我只能说 我坐过 没有证据 但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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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赛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呢 就是自动价值的繁荣 都是当时奠定的 第二个呢 有一个实际的结果 就是这个激光雷达 就是从挑战赛当中诞生的 就是为了解决挑战赛问题 才产生了 Vloading 就是第一个激光雷达公司 当然今天又被超越了 因为过了这么多年 对吧 就是十几年前就有了 但十几年的时间呢 因为Vloading 没有能形成量产能力 没有能量产 没有能降价 对吧 虽然他当时说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给我一个百万订单 我就能形成 我就能把一个激光雷达 做到五百美元 对吧 但是因为没有百万订单 当时的好多年以前 一个激光雷达 都是几万美元 但是呢 这个东西就先有机 先有蛋的问题 如果有中国的量产能力 你完全可以先做到五百美元 然后百万订单就来了 对吧 因为那么便宜 人就用了 对吧 所以他因为没有能够尽快的 这个量产化 降价 然后呢 这个措施的机会 到今天由产业 整个产业推动 开始量产了 那后几支秀已经来了 因为他是最早的第一代 比较老的 叫机械式激光雷达 已经不领先了 更领先的 现在这个第二代 基本上都是半固态 那再往后 基本上都是固态 所以维洛顶 现在我们就已经 非常不看好了 就是 就是说叫产业化 十点没把握住 也没有成为一个产业的 充分强有力的助推者 然后后来呢 这个DAPA呢 又做过 我记得从2012年到2015年 好像是 这个从准备到实现 也是做了一届 就是从公布 2012年公布 到2015年实际比赛 就是做了一届 但是也就有了冠军 对吧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件事就是 因为福岛核电站的刺激 就是因为DAPA发现 说真的福岛核电站 我们激情研究 那么领先到福岛的时候 竟然还是要用 这个人去关 这个核电站的发门 所以要用激情挑战赛 激情挑战赛呢 就是这个 它有很多的项目 包括有 你看这个左边 就是要取用各种工具 用电钻 用扳手 用锤子 学会用各种工具 还有呢 会开关电门 对吧 还有会上下楼梯 还有会越过废墟 因为核电站 肯定有很多地方废墟 对吧 跨越废墟 那跨越废墟的时候呢 就要用两足行走 对吧 但是其实理论上讲呢 是也可以四足行走的 对吧 跨越废墟要多足 就不能用轮式 但是呢 如果在地面快速运动呢 就要用轮式 然后呢 这个又要有两只手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挺难的 是个综合任务 那么最后得的冠军的 这个冠军队呢 是个韩国这个队 这个韩国这个CAS的这个队 这个队后来好像也是被哪个公司 美国哪个公司收购了 因为它后面也有个公司 这个技术的也被美国公司收购 他们聪明在哪呢 就是就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这机器人的进化呢 不遵循人类进化 这个这个叠加法则 他可以从头来 所以呢 他们特别聪明 你看哈 他的这个前脚直斗是个轮子 他的膝盖是个轮子 所以呢 他在平坦地面上运动呢 是这样跪坐着四轮运动 所以就快嘛 然后呢 要跨越废墟的时候呢 站起来 变成两足行走 这是他的这个设计 人家最后拿冠军是有道理 然后呢 你就看到当年的波士顿动力 就是出动的这个 就Atlas当年的最早的原型 他竟然也没拿着冠军 就因为你只有两足 你还不如人家这个四轮设计聪明嘛 对吧 你还没拿着冠军 但是呢 这个当年就是DAPA挑战赛 就孵化出来了波士顿动力 对吧 就没有DAPA挑战赛 波士顿动力就没有动力 去搞这个Atlas 对吧 所以这个是你就看到说这个DAPA的挑战是很前沿的 对吧 这个 那这个 好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DAPA挑战赛呢 往往预 这个叫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 你就肯定想知道他现在要干嘛 对吧 好 现在他这个DAPA挑战赛做的是叫做地下挑战赛 对吧 地下挑战赛什么意思呢 就是地下洞穴 城市地下和沿洞 对吧 地下隧道 对吧 城市地下就是城市下水管线 还有呢 就是沿洞 对吧 那干嘛呢 就是你对这个地下的环境做这个3D扫描 3D建国 把地下3D环境给我建出来 对吧 这个 如果你要想设想一下那个场景呢 你可以看部电影叫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是一个很怪的片子 因为它是一个系列的一部分 那个系列叫异形 异形从70年代开始拍 拍了好多集 等到这个一几年的时候 这一集它的名字就不叫异形了 叫普罗米修斯 但是其实是连续故事 那里面有个场景呢 就是它那个山洞是个很复杂的隧道 好几个好几个分支 它放了几个无人机出去 这边放无人机出去呢 就不断对这个隧道的环境 动臂做扫描 那边呢 就随时数据回传回来 就3D建模 就可以建立建一个 这个隧道的这个虚拟的3D图像就出来了 这个 这就是DAPA要干的事 你看人家 这就是这个美国的很多电影 是用了非常前沿的科学家做指导的 所以它这里面的技术都不是 就是 只是现在还不能实现 但是呢 不是虚构 是从技术上讲 未来是可以实现的 那而且呢 这个DAPA认为 这个技术呢 是有商业价值的 因为原因很简单嘛 对吧 你比如说 我这个地下管线 对吧 这个尤其是很多这个下水道 它同时也是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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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线 它也在布在下水道里 对吧 那我就寻线啊 什么这 我就需要这个能力 然后放无人机出去 沿着这个管道就飞走了 对吧 这个中间怎么去操作都可以 所以它实际上有商业价值的 对吧 那么 就是这个环境感知 路径感知 会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更复杂的水平 尤其这种感知呢 理论上讲呢 用激光雷达更好 对吧 那这个顺道说一句呢 就是说 这个现代激光雷达 我这个 好像是这个一环 刚发的消息啊 这个大疆已经把激光雷达 给搁到这个 这个无人机上了 我一直认为 这个激光雷达的 这个其中一个感知 就应该是无人机 对吧 当然呢 这里没有缺陷 就是在这个地下洞穴挑战赛 如果激光雷达在无人 就无人机带激光雷达 可能是一个最优方案 就会出现普罗米兽斯那样 3D环境都给你扫下来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之前还在讨论 说你看这个 这个俄乌战争 这个俄罗斯说 这个 我这个有了无人机 都不用多复杂 四旋一无人机 飞到这个敌人上空 这个 然后呢 我再去 这个打的时候啊 就精准度就大量提高了 这个因为 在这个射 这个尤其炮兵射击的时候 包括这个导弹兵射击的时候呢 它需要有一个这个参照啊 这个我要标定 叫什么射击珠源啊 标定一个参照物 一个稳定的参照物 我这个打的时候呢 它精度就会提高 但是呢 这个你标人家地面参照物 人家肯定不会让你参照的 对吧 你如果在空中设定一个参照物呢 我精度就大量提升 但是呢 这个理论上讲呢 是一个绝对优势碾压 绝对劣势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因为那个四旋一无人机 悬停在人家上空 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标志物 理论上讲 很容易被打下来 所以如果两边势均力敌的话 我绝对不会让我头顶上 选一个选着一个你的 这个这个飞行器 在我头顶上的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实际上是 是是是 是不靠谱的一个事 那但是呢 不管靠不靠谱啊 就是这个无人机测绘啊 实际上也可以用 这个激光雷达 但是呢 那个激光雷达就比这个 就有一个这个这个距离问题啊 就是今天的车载激光雷达 就没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车载激光雷达 它一共就两三百米 对吧 我这个无人机轻易就飞到 千米高空 它就失效 对吧 那就需要更好 对吧 但是有没有呢 其实也有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呢 就有这个飞机测绘 原来我跟这个帮移动对接 这个高德四围的时候呢 这个高德那个老大 叫侯君 他原来就干过这事 因为他们做这个 他不光做这个二维地图 还用这个叫扫描的办法 就是扫街的办法 就是这个车在路上跑 把这个地图的这个用 视频摄像头 把这个路面上的交通标志 和这个路两边的这个 所以叫POY点 就是这些商店 这个包括这个楼宇的名字 全用视频记录下来 就是有一个摄像头对前面 两个摄像头 一个对左 一个对右 就把路边都扫下来 其实好像不用对左 主要对右 因为他这个路要来回跑 两边要单独扫过的 然后呢 这个扫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视频拿回去啊 就是放到这个电脑上 就播放 等于播放完了以后呢 就有一个人实时记录 这个路上是个直线 我在边上地图上标 这是直线的直道 那弯道就地图上标 弯道 还有另一个人呢 专门看路边 这个路边我就标 这个路边是 馄饨铺 就标馄饨铺 那是一个乘衣店 就标乘衣店 都给标下来 就是用人工的办法 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数据呢 记录到一个数字地图上 他们叫扫街 这个这样 这是二维的 那同时呢 他也做三维地图 他做三维地图 什么呢 就在飞机上 有一个很大的测绘的东西 也是用激光 他叫激光打点 那个打点能到 这个上公里级别 对吧 就是激光速打下去 看回波 然后来测 而且他能分层 就是说 比如在山上 他能同时打标三个点 就一个是这个地面 一个是 比如说树冠 这是两个点 但是可能树下 如果有一个 这个树叶子 特别密集的环境 上面是没有树叶 吸收环境 可能中央还有标一个点 就是他这个回波 能够测三个点的回波 那这样的话呢 变成一个 这个 就是对 他对下面一定范围做扫描 然后呢 这个 他们叫 也叫扫地 就是用 这飞机在天上飞 这个而且是来回飞 这个来回 这个 这个 一遍一遍来回飞 把一个地方能够完全覆盖 通过这覆盖 扫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他不断的在 用这个激光雷达朝地面打点 然后去测回波 把这个 整个的三维环境构建的 就完成了 但是呢 用飞机飞的问题在哪 就成本特别高 因为飞机的油钱都付不起 对吧 所以他当时呢 这个 这个就是往事了 后军呢 这个有点 这个家里有 有点这个背景 他跟军方有关系 他就跟军方呢 因为这个 空军是要训练 他跟军方呢 就设了这么一个训练项目 就叫 这个扫地 就是 就 等于 飞行员训练总是要做的嘛 飞行员训练本来没有 没有这个来回飞的意义 没意义嘛 但是他说 飞行员训练加一个科目 就来回飞 然后呢 这个来回飞的好处呢 就是他就在训练的 来回飞的时候 就把他的这个激光器 很大的激光器 就搁到飞机上 你在训练的时候 就帮我把三维测绘就完成了 但是 这个 因为飞行训练 人家飞机训练 人家是有 有经费的嘛 所以他就解决了一个租不起飞机的问题 对吧 但是问题也有代价 什么代价呢 人家凭什么给你提供这训练呢 就是 这个你要跟人喝酒去 你要给人赞助点酒钱 多买点酒给人家 因为军队人都喜欢喝酒 所以侯军当时就叫酒钱换油钱 因为我花不起油钱 因为航油太贵了 我这个出点酒钱 你就把这训练科目给我改一改 我就把测绘完成了 对吧 这个当然是往事 真事 但是呢 就这个大多数人干不了这事 对吧 这是一个 军民合作的结果 对吧 那未来能不能用这个无人机来做 对吧 这个就 也挺挑战的 无人机能不能完成三维 三维的地形地貌的测绘 这个还是有难点的 因为就刚才讲的 那个 那个飞机上的那个 激光雷达的那个测绘仪是巨大的 对吧 那个非常沉 基本上是这个机载的 用无人机拖不动 这个 所以 一样 这个能不能完成这个挑战 这个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三维测绘 是一个 巨大的市场 对吧 就是我们都知道 未来的这个叫元宇宙 对各个地方做三维测绘 包括城市里能不能 比如无人机在城市里飞一圈 就形成三维城市地图 对吧 都是有巨大的这个需求的 所以你看 大派已经给我们指一个路了 对吧 如何用机器人实现三维测绘 如果有人搞 这个可能十年之后 就是个巨大的市场 对吧 所以这就是 诗和远方和这个 眼前苟且的结合 不远的将来 会出现的东西 今天你搞 就正合适 对吧 所以我们说呢 就说 这个需要 洞察 这个需要有前瞻 同时呢 要洞察需求 但是呢 前瞻别前瞻太远 略微有点前瞻 又能洞察需求去 把这个前瞻满足掉 这是最好的 就是我们强调呢 要做先驱 不要做先烈 如果十年之后再起来 这市场呢 就小心点 如果这个 现在已经有的市场呢 基本轮不着你做 如果 五年之后 三年之后起来的市场呢 现在布局就正合适 五年之后起来的市场呢 现在创业正合适 三年之后起来的市场呢 现在参与就正合适 投资也好啊 这个提供资源来合作也好 就正合适 如果是一年之后的市场呢 就是 二级市场投资 买股票就正合适 所以你要 心里有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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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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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多前瞻的未来 如何去参与 对吧 所以这个 不好意思啊 我一不小心 没没没看表 又抄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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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简单总结啊 就是这个 别别想人形机器人了啊 就是 那是个鸡肋 看起来好看 实际上没用啊 这个 然后呢 最核心的呢 机器人的核心呢 就是 要在云啊 这个 云上的 加人工智能 这个是机器人的底层逻辑 然后呢 这个机器人本身呢 有很多小而美的垂直领域啊 这个 找到一个 没被满足的需求 就可以搞啊 然后呢 这个巨大的机会呢 我认为是 这个商用领域的 一个是 这个 这个 递送 就是替代外卖小哥 因为我们知道外卖小哥 实际上很大 对吧 另一个呢 是 包括甚至改变零售啊 这个零售的习惯是 你来找我 未来零售是我来找你 对吧 这个 还有呢 就是 所谓客户服务啊 因为 人际的互动 也是需求巨大 其中很大一部分呢 可以变成人机互动啊 就不用 因为那个机 让你有人的感觉啊 那是个巨大市场 那最后一个呢 是这个 其实我在中间 讲这个扫地机器人 那时候 包括讲这个 这个 减草机器人 讲到的啊 因为中国人 有足够大的硬件生产能力啊 所以你看 不管是扫地机 铲雪机 减草机 其实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生产的啊 但是 所以就是说 中国人 借助这波 人工智能的潮流 借助中国人的 机器人的制造能力啊 是可以做全球化的 可以海外 去提供服务的 但是呢 要理解服务差异 要理解海外市场的需求 要不然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你还是用卖硬件的思路呢 就难以满足 你要变成一个 卖服务的思路 那卖服务 当然是各个地方的服务需求 都不一样 你要了解 它的服务需求 针对性给它提供 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 为什么人工智能来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机器人来了 它替代了大量的人类的 重复性劳动 但是它其实同时 也会产生大量的新的工作 因为你在各个地方 都要有人去观察 这个本地的服务需求 都要去用机器人 帮助满足本地服务需求 它也提供了很多岗位 对吧 所以 这个不会是失业的 不会 这个人都没工作 感到被机器人抢了 这个 能被机器人抢的工作 就不值得我们干 但是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是因为有了机器人 会产生出来的 所以 当然呢 这个我们这 考虑的并不是工作 考虑的是 创业机会 投资机会 那最后两个互动提问 一个已经说了 医疗机器人 达芬基很主导 这个国内已经出现替代了 但是替代不容易 这个尤其是 直接替代不容易 如果是另一个领域 比如用急助手术 就骨科机器人 它和达芬基 机器人不是一回事 这个 不同机器人 都不同的专项 这个不同专项里面 这个机器人都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 不充用 这个 然后呢 这个核心问题 就是门槛特高 就是这个周期特长 如果你忍得住 就可以做 但是呢 也就是说你打着准备 这个创业需要20年 你才能有成就 你要不要干 你要干就可以做 如果觉得太长了 那就算了 然后另外一个 说美的公司 2022年5月 全面收购股卡 6月推出 家庭服务机器人 我不知道怎么念 WishUG WishArc 然后正式进军 服务机器人市场 觉得未来怎么样 我当时说法呢 就说美的当年 收购库卡的时候呢 有后遗症 就是因为当时收购的时候呢 是资产是掏了 但是呢 管理权没拿回来 那 所以如果是管理权 能拿回来 因为库卡的这个机器币 是不错的 因为我之前讲好多次 我希望有这个 未来的机器币企业 可能做的比谷歌还大 因为机器币需求 它会无所不在 这个毕竟这个币式的 这个能力提供 它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 两种路线 一种是台式机器币 慢慢上升 它成为服务用的机器币 另一种是工业机器币 慢慢下降 成为服务用的机器币 当然工业机器币 下降更容易了 因为它能力已经有了 它只是把成本要拉低 对吧 更容易 这个台式往上升呢 它能力不够慢慢提升能力呢 就难一点 两条路都可行 谁先走到不知道 那我认为呢 从上往下呢 就是库卡这么做呢 还是靠谱的 而且用美的的能力 中国制造能力 能够规模化生产 降低成本 然后这个各种应用领域 广泛探索 这种还是靠谱的 所以战略是非常好的 也时间也对 唯一的问题呢 就要能不能控制得住库卡 对吧 这个 然后呢 我就请同事们查了一下呢 实际上这个确实呢 今年它的库卡的高管还全换 理论上讲呢 就是说 从当年收购库卡到现在呢 应该是美的还是对库卡实现了掌控的 就是实现了完整的掌控 然后呢 把库卡的GCP能够在各个领域里面探索应用 我觉得还是策略非常好的 还是我很看好 然后这有一个问题是 Lumina会说到国内激光雷达的挑战 而影响行业发展前景 这个国际上的激光雷达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因为这个国际还是有很多的 Tier 1 Tier 2 包括现在有一类叫这个 辅助自动驾驶的这个方案提供商 这个它有更好的信用 它整合度更高 这个那这些方案提供商 基本上对这个国际化的激光雷达的认可程度会更高 所以我觉得Lumina在国际上上车的机会要比中国要大 那中国的我们前一段也跟一些企业交流的反应呢 就是中国激光雷达整合进来呢 还是有一些这个欠缺的 尤其在这个量产的质量稳定上 还有欠缺的 所以简单说呢 就是这事呢 还不完全是中国外国问题 还是谁好的问题 这个还是谁的系统更严谨 因为毕竟呢 车是一个长期耐用品 你十年时间 对吧 你说我这为了支持国货 他这东西五年就坏 你愿不愿意 对吧 因为倒就是这个我们讲 整车厂要为这个所有后续东西负责的 要为所有零部件负责的 所以他一定不愿意 所以现在更多的车考虑的还不是国产不国产 还是是不是能够量产 是不是能够稳定 所以Lumina还是有机会的 当然这个机会大家都有 比如如果核赛或者这个叫这个速成俱创 这个实现了更稳定的这个规模化生产 那就就好了呗 对吧 所以这个竞争还没有见分晓 这种时候呢 竞争的核心差异还不是中国和外国 好 就说那么多好吧 因为时间也太长了 我们就今天就到这 好 拜拜 下周见 拜拜 拜拜 别别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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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